这个男人拥有可契约万物的能力 但残酷的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生物会愿意被人奴役 为了在这个残酷的世界活下去 他打算自己开创一条新的道路 通过自己的能力契约自己 让自己成为自己的召唤兽 张平前世作为救援队员 却因一场事故而死亡 死后的他穿越到了这个有着异化兽和觉醒者的奇幻世界 而这一世的张平也同样觉醒了能力 并且还是只要有生物自愿接受契约宝石 就可以被召唤师所主宰的强大能力 这本该是一个十分强大的觉醒能力 但却有着一个十分明显的缺点 那就是生物必须完全知情和资源 才能和自己签订契约 张平望着自己手里拿着一块绿色的六面晶体 不禁失了神 这正是他的觉醒能力 契约宝石 望着旁边的苏靖尧 张平立马喝笑道 苏靖尧 要不要吃糖 我请你 苏靖尧看了一眼那没晶体 不禁一脸嫌弃道 滚 谁会想被你控制啊 张平文言立马就直接躺平无奈道 开个玩笑而已吗 张平想到自己那鸡肋的能力 不由暗暗吐槽了起来 远主就是这能力太费 差点被活活气死 还好有我穿越过来 靠着前世的心理素质 才让这身体挺了过去 见张平摆烂 苏靖尧顿时就炸了 世界那么大 肯定会有生物愿意让你操控了 而张平却一脸绝望道 说得倒容易 除了我自己 还有谁愿意啊 说到这 张平忽然猛的灵感一闪 生起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等等 我可以契约我自己啊 之前怎么没想到啊 紧接着在苏靖尧一脸惊恐的目光中 张平单粹就将那枚七月宝石 直接往嘴里塞去 在吞下晶体之后 一股幽绿色的光芒 忽然猛然从张平的体内涌出 敏锐地察觉到身体出现轻微的变化 这种变化难以延述 有点人间合一的味道 融合的过程很快 张平身上的那股微弱的光芒 仅仅只是持续了片刻 就开始缓缓消散了开来 见张平居然这么鲁莽 并且还出现了奇怪的异响 苏靖尧顿时就有些急了 张平你没事吧 张平健壮连忙摇头道 没事 文言 苏靖尧顿时就松了口气 以后别这样了 多吓人啊 随后苏靖尧便直接起身道 时候也不早了 该回宿舍了 说完 苏靖尧忽然顿了顿再次开口道 明早我就得去巡防队报道 你不用等我了 张平文言不由神情一致 你真的打算毕业了吗 苏靖尧很干脆地点了点头 然后抬头望向远方回应道 书本上的知识我已经全部掌握了 接下来只有靠实战 才能进一步提升自己 说到这 苏靖尧忽然转身朝张平鼓励道 别灰心嘛 等你哪天变强了 我们说不定还能一起共事呢 而因为能力无用被学校分配到 农民职业的张平只好善笑道 得了吧 我还是到乡下种田吧 一想到要就此分别 张平不由暗暗敌不倒 以后估计很难见面了吧 虽然他是原主的青梅竹马 但就这样分别还是有点舍不得 真想给他一个拥抱啊 在这个念头出现的瞬间 张平的身体忽然不受控制 脱离了意识 直接朝着苏靖尧走了过去 紧接着张平的身体 就猛地张开双手 一把将一脸猛逼的苏靖尧 给用力地抱在怀中 张平这大胆的行为 瞬间就将苏靖尧 给弄得满脸通红 而张平的意识也同样震惊 身体怎么自己动起来了 苏靖尧再回过神来后 连忙挣脱了张平的怀抱 快步就朝宿舍走去 见苏靖尧慌乱地跑开 张平连忙开口道 一路保重啊 闻声 苏靖尧也身形一转 朝着张平告别道 你也是 在告别了苏靖尧之后 张平望着自己的身体 不由暗暗嘀咕了起来 话说刚才身体不自觉地就抱上去了 我下意识地命令了我自己吗 是有然吗 这个男人才刚跟自己契约完 居然就发现 自己所在的学校处处都存在危险 就在刚刚 张平在跟自己签订契约后 忽然发现只是一个无意间的指令 身体居然就自己行动了 随后张平就开始测试 自己能将身体控制到什么程度 在尝试了一些高难度指令后 他又再次尝试让身体使用武术 在经过一番折腾后 张平的身体彻底扛不住了 直接扑倒在地 现在张平几乎可以确定的是 他几乎可以让身体做出任何动作 但前提是不能脱离正常人的范畴 比如飞行或者变成其他物主 此外 有些动作之前没有联系过 也能根据记忆有样学样地做出来 所以理论上来说 现在只要他的体能达标 各类武学都能守到勤来 只要想办法提升体能就能变强 在休息片刻后 张平变猛地从地上做起 现在的他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验证 很快 毕业的时间就过去了 张平在睁开眼睛后 却发现自己并没有在家里 在看了看四周的环境后 张平不由暗暗震惊道 这里是食堂吗 就在这时 张平就忽然感觉身体传来一阵剧烈的刺痛感 望着自己那抖个不停的双腿 他立马就回想起自己在睡前下达了晨跑的命令 张平的双眼不禁微微一亮 嘴角微微翘起 露出一丝笑意暗暗窃喜道 身体在我睡着的时间里自己去晨跑了吗 太好了 昨天的设想果然没错 身体在大脑无意识的情况下也能执行指令 一想到这 张平立马就开始左部右盼暗暗嘀咕道 应该没人注意到我吧 就在这时 不远处就传出一阵喧哗 张平见怪不怪 在看到那名女子后 她就知道是隔壁般的笑话落诗语来了 可就在张平准备开始吃早餐的时候 却忽然听到身后传来嘎吱嘎吱的动静 就在张平眼眸一啼的瞬间 她的瞳孔瞬间就猛地收缩 卧槽 那是什么东西 只见距离张平不远处居然出现了一只两米直立的巨大狐狸 就这么大摇大摆地站在所有人中间 抓起一名女同学就这样进食了起来 但整个食堂的所有人竟然恍然不绝 就好像并没有发现她一样 望着那个巨大的狐狸 张平顿时就慌得一踢 这是什么情况 这根本就不是落实语啊 就在这时 那只巨大的狐狸在经过张平身边时 忽然用沙哑的声音招呼道 你的脸色不太好啊 张平同学是不是生病了 而在常人看来 却仅仅只是二人普通的打招呼 并没有任何异常 见张平默不作声 那只巨型狐狸立马就弯下身来 用巨大的爪子按住了她的肩膀 而张平则连忙给身体下令道 冷静下来 冷静下来 下一秒 张平就面不改色地摇了摇头道 没事 只是昨晚做了个噩梦 没睡好而已 随后张平就缓缓起身 然后一脸笑呵呵地边走边开口道 对了 待会还有课 我得走了 那幻化成落实语的巨大狐狸 立马就锁定了张平思索了起来 恐惧的味道 是我的错觉吗 而张平在离开了食堂后 不由边走边暗暗鼻鼓道 为什么学校里会有一画兽 没人发现他们吗 难道刚刚是我眼花了吗 不过张平觉得眼下 还是要先跟老师报告要紧 当即他就连忙打开了教室的大门 可一进门 张平的脸色立马就骤然一变 哪怕他两世为人 但还是被眼前的景象给震住了 只见教室内正趴着一只巨大的异形狐狸 正抓着一名女同学在肆意地进食 这惊人的一幕 瞬间就打碎了张平汇报的念头 这个男人在第二次吞服自己的契约水晶后 竟意外觉醒出新的能力 就在刚刚 张平在发现自己的老师 居然也是一话说幻话的之后 便快步地远离了教室 在来到了天台之后 张平顿时就一脸绝望地哀嚎了起来 不对劲 这里难道是人间炼狱吗 卧槽 望着从衣服中掉出的七月宝石 张平不禁敌不道 说起来 我是吃了这玩意之后 才看得到一话兽的 不管怎么样 但我恢复正常吧 当即张平就直接将那枚觉醒宝石再次往腿里塞去 希望以此让自己恢复正常 在吞下宝石后 张平与昨天的那种人间合一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这一次他感觉类似于天人交感 整个人仿佛得到了升华 在张平睁开眼的瞬间 他只感觉整个世界都变得明亮艳丽 他看向不远处的地面 敏锐地嗅到一丝血腥的气味 顿时他的眼前就弹出一个鉴定中的提示框 紧接着就出现鉴定成功 画面回放的提示 只见那摊血迹上忽然出现一位学生 而一只异画狐狸猛然扑到了他的头上 直接将其当场干翻 在张平看完回放之后 那摩影像立马就开始迅速消散 他顿时就恶然了 我这是觉醒了鉴定术吗 当即张平就低头看向自己 在盯了大概一分钟后 突然一行行文字开始浮现在他眼前 召唤兽张平 主人张平 种族人类 等级 成长值三星 体力十一 力量十二 免结十一 天赋契约宝石 可主宰自愿吃下宝石的任何生物 鉴定术初级 能看到自身具体数值 可对目标进行鉴定 鉴定成功率与双方实力差距有关 望着自己的属性面板 张平不禁眉头一紧猜测道 这新天赋来得莫名其妙 难道跟我再次吃下宝石有关系吗 为了不引起注意 张平还是回到了教室上课 但他还是连忙开始分析起自己目前的情况 现在我成了自己的召唤兽和契约者 我只受契约者控制 身体和精神都不会受到外界的干扰 因为第二点的存在 任何幻术都对我无效 我因此可以识破异化兽的真身 这些异化兽都是天长狐 并且等级很高 我现在才一级 根本不是对手 而且天长狐靠着认知扭曲这个逆天技能 即使当面进食 在别人眼里也只是两个学生在正常聊天 所以其他人都察觉不到一样 在理清了思绪之后 张平不由暗松了口气 既然是精神控制类的能力 我记得苏静尧的能力也是精神类 说不定他会有办法 放学之后 张平便快步离开学校 他准备去寻房队找苏静尧 顺便看看城市里到底有多少异化兽 张平走在街上 心中是越发的震惊 他没想到校外也有 并且数量还不少 张平根本不知道天长狐的数量有多少 他立即意识到天长狐恐怕已经渗透整个明珠城了 很快 张平就来到了一座宏伟的大厦前 这就是明珠城的寻房队总部 随后张平也没浪费时间 直接就来到了咨询台前 负责接待的小姐姐一看到张平 立马就一脸和善道 您好 请问有什么需要 张平在看到接待员后顿时心头一震 然后面部改色道 我来找个人 苏静尧 他应该是今天来报道的 而化身成接待员的天长狐文言便点了点头 接着一边查掠记录一边回应道 是暗暗分析了起来 寻房队里也有天长狐吗 连高级觉醒者也无法识破他们的幻术吗 就在这时 一旁忽然传来苏静尧的声音 张平 你来这干嘛呀 见识苏静尧出来了 张平便连忙起身喝笑道 就是有点担心你 你会不适应 所以来看看你 而苏静尧则转身开口介绍道 没事 我来介绍一下 他们都是我的队友 大家都挺照顾我的 文生 张平立马就寻声望去 再看了一下苏静尧的队友们后 他忽然有点黯然道 是吗 那太好了 可苏静尧却没有留意到张平那细微的变化 还一脸激动道 今后我要努力变强 将来外出讨伐一化寿 为我爸妈报仇 说到这 苏静尧忽然凑到张平跟前邀请道 对了 我们还确认 要不要我把你妹推到巡防队啊 张平文言连忙挠了挠头拒绝道 不了 我的能力帮不上什么忙 我还是比较适合去种田 随后张平就直接转身摆手告别道 看来你适应的不错 苏静尧以及他的队友已经不再是人类 全都是由天长湖所幻化出来的 但张平现在根本就不是天长湖的对手 他只好默然离开在心中暗叹一句 再见了 苏静尧 这个男人意外发现自己竟是天长湖族群所圈养的储备羊 就在刚刚 张平发现今天才刚去巡防队报到的苏静尧 居然就已经遇难 被天长湖幻化顶替了 随后张平在走出巡防队总部后不禁在心中大吼道 开什么玩笑 不是说巡防队是明珠城最强的吗 怎么也全军覆没了 一想到苏静尧 张平顿时捏紧拳头不甘道 苏静尧明明是今天才刚来的 竟然也遇难了 张平虽然心里憋着一把火 但越愤怒反而越冷静 他立即就明白自己眼下的处境很不妙 望着遍布天长湖的明珠城街道 张平这一刻终于明白了 他来天长湖渗透的不只是学校 而是整个明珠城 而明珠城的所有人 都是他们所眷养起来的畜生 是他们的粮食 接下来张平就开始冷静地观察 他通过鉴定术调查到了一些事情 大多数天长湖等级在中高级之间 1到9为初级 10到19为中级 20到29为高级 30到39为顶级 40级以上为王者 而拥有大量高级觉醒者的巡防队 却不敌他们 杀害洛世宇的那只很强 我的直觉告诉我 一旦对他使用鉴定术 就会被锁定位置 所以他恐怕是顶级 甚至是王者级的存在 其他天长湖能越级打败觉醒者 一定也是他造成的 不同于普通异化兽 天长湖的智力很高 且擅长伪装 表面上与人类和谐共处 但那也只是表面上 他们优先下手的目标 要么是潜力大的学生 要么是加入巡防队等关键部门的学生 或者社会地位显赫的人 而剩下的人 则只是他们圈养的储备粮 因为威胁不大 反而不会急着下手 一想到这 张平顿时压力陡增 与天长湖正面对抗 无异于自寻死路 可我也不能眼睁睁看着无辜民众送死 如果我能变得更强的话 说不定有机会 时间过得很快 一周后 凌晨还没到四点 张平就已经苏醒了 在起床了之后 张平不由打了个哈欠 最近醒得越来越早了 看来体能提升得越多 身体需要的休息时间越短 经过一周的锻炼 张平坚持锻炼体能 等级已经提升了一级 除了锻炼 他每天还会尝试生成宝石 然后吃下宝石 希望能像前两次那样获得能力或天赋 但自从他觉醒了鉴定术后 生成出来的宝石都是无色的 契约宝石 不一样的是 这次的契约宝石居然又有颜色了 而且还是紫色 虽然这个颜色让人很没有食欲 但张平还是直接将其吞入腹中 期望着这次能有效果 在吞下宝石之后 张平突然感觉万类俱寂 似乎整个世界都失去声音 好一会才从寂静中脱离出来 七帅声 哗鸣声重新响起 随后张平就连忙对自己释放了鉴定术 属性面板立马就显示 张平等级2 成长之四星 体力13 力量13 秉结15 契约宝石等级2 等级2觉醒新天赋 以触发 夜行者初级 获得黑夜视觉 并且夜晚存在感大幅度下降 行动速度大幅度提升 体重下降 处于阴影处完全隐身 在看完面板后 张平顿时就惊喜到 果然又觉醒了新天赋 以后能在夜间外出调查了 但看到契约宝石提升到了二级后 张平不禁猜测到 这次连契约宝石也升级了 难道跟我自身等级相关吗 一想到这 张平对未来立马就充满了信心 难道说我每升一级 就能觉醒一次新天赋吗 那岂不是无敌了 炸了炸了 天长狐手领镜 带着一群小弟来到了张平所在的房间 就在刚刚 张平在获得了夜行者天赋后 立马就将天赋发动 在一抹漆黑的暗系能量将他包裹起来后 他不禁咧嘴一笑道 事不宜迟 现在就去锻炼 顺便试试新天赋效果如何 在跑了几圈之后 张平能清晰地感受到 视力提升以及体重下降 都会有十分明显的感觉 黑夜视觉的加持下 漆飞的环境也变得明亮起来了 就在这时 张平忽然敏锐地发现 操场的草坪上 居然躺着一枚亮闪闪的戒指 他的注意力立马就被吸引住了 张平健壮连忙取消了陈跑的命令 然后果断转身走回去捡起戒指 他发现戒指的材质看上去不像特别珍贵 但偏偏做工精细 不像是普通的装饰品 当即张平就朝着戒指连续发动了鉴定技能 一般的物件 鉴定很少失败 在连续失败了十多次后 这才成功地鉴定出来 顿时一串文字就显示在张平眼前 暗杀戒指 佩戴戒指后 所有生命体都会下意识忽略佩戴者 高级觉醒者以上可免疫 在鉴定成功的同时 张平忽然猛地瞳孔一震 眼前自然而然地浮现出一幅幅画面 紧接着鉴定术带来的画面回放 就开始出现在张平眼中 只见一个身穿白衣 脸上戴着黑色面具的男子 正和幻化成洛世宇的天长湖 在操场上交手 而张平立即就发现 白衣男子手上佩戴的 正是自己刚刚捡到的那枚戒指 显然他就是戒指的主人 当即张平就暗暗猜测了起来 常人是没办法看穿天长湖的真身的 洛世宇在他眼中 应该是人类猜对 那他是洛世宇的仇家吗 只见画面还在播放 白衣男子明显不是天长湖的对手 不但在一个照面间 就被斩下三根手指 同时腹部还被重伤 看到这张平立马就开始冷静地分析起来 洛世宇不可能有仇家 他是孤儿 并且以他的为人 不会和人结仇 一想到这 张平不禁捏了捏下巴 开始分析为什么会有人对洛世宇出手 现如今他只能想到一种可能性 那就是除了他以外 还有其他人在明珠城暗中对抗这些怪物 就在张平思索之际 不远处忽然出现一道天长湖的身影 同时传出一道沙哑的嘶吼 是谁在那里 可就在天长湖赶到张平所在的位置时 却发现地上的那枚戒指已经不见了 顿时他就大喊了起来 戒指不见了 一定有人来过 当即天长湖就开始浮在地上 仔细地嗅着周围的气味 不过他却发现没有任何气息 顿时他就暗暗开测了起来 怎么可能没有气息 能瞒过我 必定是终极以上的觉醒者 当即天长湖就连忙远离操场 同时慌张到 得赶紧通知王子殿下才行 隐藏在不远处的张平文声立马 就暗暗分析了起来 原来如此 他们是故意把戒指留在这里的 望着手中的戒指 张平感觉如果现在放回去的话 反而更加可疑 只能先将戒指留下来了 时间过得很快 张平再回到宿舍后 时间已经来到了凌晨的五点半 天色已经微微发亮了 张平看了看戒指不禁有些庆幸 刚才因为天还没亮 变形者和暗杀戒指完全隐藏了我的存在 看来实力不仅限于自身的力量 也可以靠装备来提升 与此同时 男生宿舍楼内 一群天长湖正朝着张平所在的宿舍快不敢来 而张平的意识忽然出现一阵恍惚 耳边忽然传来一阵熟悉的声音 张平躲起来 闻声 张平的脸色瞬间一变 有些惊慌的朝四周慌乱倒 谁 是谁在说话 恍惚间 张平仿佛看到了苏静瑶的身影出现在自己的身旁 他的身体朦朦胧胧 唯有一双眼睛清澈如水 那双好看的性眼正焦急地望着自己 同时传出他焦急的声音 他们 已经来了 几分钟后 幻化成落诗雨的天长湖 带着一群小弟 猛地就打开了宿舍的门 悠然走进了张平的宿舍 而时间也紧紧距离张平回到宿舍后 只是过去了几分钟而已 那群天长湖在宿舍转了一圈后 接着走到了张平的床面前 低头平视着正在熟睡的张平 安静的宿舍 这一刻只有张平均匀的呼吸声 幻化成落诗雨的天长湖在锁定了张平后 立马就伸出了力爪 然后静静地看着张平 发出了一抹凝笑 是他吗 那就给我去死吧 话音刚落 天长湖那狭长的狐狸眼忽然微微眯起 然后猛地将左手的爪子高高举起 然后迅速凝聚新红的能量团 眼看就要对准张平的脑袋砸下 男人本想去买点装备旁身 可却没想到武器店居然全被天长湖给占捉了 就在刚刚刚回到宿舍的张平 却发现天长湖首领居然带着小弟找上了自己 为了避免暴露 张平明知天长湖来袭 却依然果断给自己下达沉睡的命令 而天长湖在伸出利爪后 忽然停在张平的脑袋上暗暗思索了起来 竟没有一丝情绪波动 这废物若是漏网之余 势必会跳起来搏命 而且我也没有感觉到戒指的气息 身旁的小嘎嘎在看到首领收回爪子后 不禁疑惑道 王子殿下为什么不干掉他 此人天天晨跑 天天惊天没去 此事定有蹊跷 而天长湖首领却转身漠然道 不是他 他只是个没有利用价值的食物 说到这 天长湖首领忽然猛然探出利爪命令道 不要随便浪费食物 小嘎嘎立即意识到自己多嘴了 马上低头垂尾 一脸公顺匍匐在地 半小时后 本来还处于熟睡状态的张平忽然猛地睁开眼 在确认天长湖已经离开后 张平立即就将嘴中的戒指吐出庆幸道 好险 吓死我了 望着手中的戒指 张平不禁嘀咕道 我居然忘记了自己会天天晨跑的事 还好刚才命令身体强行睡觉 没露出破绽 一想到刚刚那熟悉的声音 张平在此陷入了疑惑当中 话说之前好像听到了苏静尧的声音 是错觉吗 不过旋即张平就摇了摇头暗暗决定道 我在多愁善改什么 抓紧便强为他报仇才对 总之 为了不引起天长湖的怀疑 先假装照常生活吧 随后张平去食堂吃早餐 而一旁的学生则开始议论了起来 你听说了吗 今天巡房队在咱们学校旁 发现了一具被腰斩的尸体 而且那尸体居然是臭名远昭的黑死心 明珠成第一杀手 上一任城主就是被他给打伤了 最后就上复发英年早逝 张平纹身不由脚下一掷 暗暗思索了起来 腰斩 莫非说的是那个被干掉的白衣人吗 一想到这 张平的脸色立马就凝重了起来 连第一杀手都被轻松干掉 若是宇的实力果然深不可测 这次将尸体攻之于众 是想仅是那些与天长湖作对的势力吗 张平知道之后天长湖他们肯定会加强戒备 当即他就暗暗决定到 得赶紧找几件装备防身才行了 待会上完课就去铁匠铺转转 下课后 张平店连忙从学校中出来 朝着商业区的位置走去 不过张平在逛了一圈后 却发现城里的铁匠铺似乎已经被天长湖给控制了 而且这些天长湖的等级还不低 鉴定好几次全都是失败 可下一刻 张平的眼前忽然浮现出一个鉴定成功的提示 鉴定成功100次 鉴定术初级晋级为鉴定术终极 见鉴定术忽然升级 张平的瞳孔立马猛的一缩 异化兽天长湖 种族异化湖 成长值一星 终极异化兽 等级15 天赋认知扭曲 能够修改目标生物的认知 并强行使目标无法察觉到异常 这一次天赋升级 竟让张平拥有能鉴定出对方成长值的能力 男人好不容易找到一家由人类经营的铁匠铺 可却没想到竟会被美女拦路 就在刚刚 张平因为鉴定成功了100次 意外地将鉴定术提升到了终极 并且新增了能看到对方成长值的能力 不过张平在鉴定术升级后并没有马上去研究 他知道现在当务之急是要先找一家没有被控制的武器店 随后张平就路过一家名为铁之魂的铁匠铺 里面正传出一名男子的声音 我这可是上等的好货 你看这纹理和光泽 说到这 男子忽然一脸得意地挥舞手中的武器开头道 看在你也不容易 要是你愿意收购 我就忍痛给你个最低价 可老者却在呼出一口烟雾后打断道 你说什么 你说我女儿在等我吃饭吗 金毛男闻声立马就炸开了锅 他忍不住地怒拍桌子大吼道 老东西 你聋了吗 可就在这时 张平忽然进入到店铺内 然后拿起那柄细剑开始挥舞了起来 在观摩了一会后 张平直接无视金毛男 对着武器就使出自己的鉴定术 顿时一个提示框就出现在张平眼前 华丽的单手剑 立马就伸手想要夺回去同时挠入道 臭小子敢抢劳兹的东西 见此情景 张平顿时就慌了 他连忙出声提醒道 等等 这把剑会断 话音刚落 金毛男在抓住剑身后猛的一程 那柄细剑就直接咔嚓一声 当场一分为二 这下金毛男是彻底炸了 他立即发动自己的天赋能力同时大吼道 可恶 赶快劳兹的好事 紧接着金毛男身上就猛然爆发出一阵雷光 朝着张平愤怒的赤鹤道 你知不知道劳兹是谁 下一刻 金毛男身上的衣服忽然被他体内涌出的力量给撑爆 他立即朝着张平摆开架势冷声道 劳兹可是行李无管马大师的青传弟子 看招 话音刚落 金毛男脚下忽然猛的移动 直接朝着张平飞速袭去 顿时张平周身就出现五道雷光 这正是金毛男的摊家本领闪电五连击 金毛男的快速移动 瞬间就在张平身边形成五道分身 同时朝着他发起猛攻 下一刻 却忽然传出啪的一声 他的脸就是一巴掌 被打趴的金毛男立马就委屈地哀嚎道 年轻人不讲武德 而张平见金毛男这么弱机 不禁有些好奇地对他使出了鉴定术 姓名刘宝国 种族人类 成长值一星 等级初级觉醒者 天赋惊天动地无敌狂霸魂元气 使用任何招式都会自带强烈特效 但只有使用者本身能看到 见金毛男只是个普通的一级觉醒者 张平变转身摆了白手暗暗敌不倒 这人是来搞笑的吗 可金毛男见状却忽然露出一抹得意的名笑 敏锐地抓住这个时机想要偷袭 可身为二级觉醒者的张平 仅仅只是一拳就将他给揍爬 顿时张平就有些无语道 还想偷袭我 到底是谁不讲武德呀 可就在这时 屋外却忽然走进一道人影 望着倒地不起的金毛男 女子忽然饶有兴趣道 我才出去多久 铺子就变得这么热闹 说到这 红衣女子忽然朝底下的金毛男摩拳擦掌冷声道 你是自己滚 还是让我送你一程 见此情景 金毛男立马就连滚盖爬地朝街道外跑去 而张平也不禁暗暗嘀咕道 我还是再去看看其他店吧 可就在这时 红衣女子忽然猛地拦住了张平的去路开口道 你留下 随后女子就上下仔细打量了张平一番 然后直接了当道 我们聊聊吧 这个男人只是练习了一下打铁 却没想到金意外觉醒新的能力 就在刚刚 张平本想离开铁之魂铁匠铺 可没想到却被红发女强行留住 张平见红发女子居然要跟自己聊聊 她顿时就有些愕然了 聊什么呀 而红发女却忽然猛地凑到张平的跟前淡笑道 我一单身的弱女子 每天为了生活奔波 还要照顾因为女儿失踪店的糊涂的叔叔 我看你身体挺好 人品也不错 要不 而被压到墙上的张平顿时就有些羞涩 你的意思是 话音刚落 红发女立即就一把将张平的头搂住大笑道 留下来当个铁匠马 照顾留铁疯老爷子 顺便帮忙看店 当然 包吃包住还有工资 文言 张平立马就暗暗思索了起来 如果学会了锻葬 以后倒是能省不少买装备的钱 而且这家店看样子也没被天长湖控制 当即张平就果断地答应下来 好 我是要成为铁匠王的男人 红发女见张平答应 立即就激动地给她一巴掌大笑道 哈哈哈哈 好小子 不愧是我看上的人 亲身感受到红发女那强横的力量后 张平不由暗暗嘀咕道 我还是先从她手里活下来吧 几天后 铁支魂铁匠铺内 忽然传出强姐的声音 再用力点张平弟弟 张平文声不禁担忧道 求强姐 我们这样真的没关系吗 可筹强却毫不在意的满意道 没事 不会有人来的 很好 很不错 望着再认真揉铁团的张平 筹强不由连连点头道 这就是我们独家技术 活面锻造术 像和面团一样搓揉 让各种材料充分融合 见张平的制作进度已经差不多了 筹强便干脆地转身道 你在这等一会 我去仓库把模具拿过来 燃料就放在旁边的桶里 千万别让火灭了 张平文声立马就点了点头 接着双手慢慢地搓揉 虽然隔着防火手套 但他确实感觉到 这团类似于面粉 但又比面粉硬的材料 不同的区域手感并不相同 好一会之后 张平忽然发现炉子的火要灭了 可望着旁边那两桶材料 他却泛起了难 这些都是燃料吗 为了让炉子的火继续燃烧下去 张平也步步地其他了 他直接就将那两桶东西 全都放到炉子当中 在加入了燃料之后 张平殿再次将铁球 放回炉子当中继续加热 可就在这时 炉子忽然迸发出 无比强烈的火光 显然是赤链蛇铃和煤炭之间 产生了可怕的反应 炉子所爆发出的烈焰极为恐怖 一下子就将张平给吞没掉 感受着烈焰的包裹 张平的意识不禁暗暗嘀咕道 我这是死了吗 可就在这时 张平的心脏位置 却忽然出现一张诡异的嘴巴 而原本包裹在他身上的 那熊熊烈焰 竟全部被这张 诡异的嘴巴给吞没掉 炉子中的火焰不断冒出 而张平身上的那张嘴 则不断地将这些火焰给吞噬 一时间张平就觉得 自己的体内就像熔炉一般 让他感受到 前所未有的燥热 不过这也仅仅持续了片刻功夫 试炼蛇铃所产生的火焰 就全部被吞噬带进了 而张平那惊恐未定的瞳孔中 隐约间似乎浮现出了火焰 他身上这番惊人的变化 瞬间就让他呆愣在了原地 这个男人好不容易 发现一只低级天长狐 可却没想到 却遭到死亡威胁 就在刚刚 张平在练习火面锻造树时 意外觉醒出了新的天赋 在火焰爆发和被吞噬之后 张平不禁有些惊魂未定道 火怎么灭了 就在这时 张平能明显感觉 自己的心脏在狂跳不止 甚至能清晰地听到 咚咚咚的声响 顿时张平就感觉自己的心脏处 其烫无比 他连忙对自己使出了鉴定术 来一探究竟 张平等级三 成长值四星 体力十五 力量十五 敏捷十八 天赋契约宝石三级 三级额外效果已触发 新天赋食火者初级 可通过吞噬火焰 转化为火元素能量储存在体内 还可以随时释放能量 直至火元素储能耗尽 目前火元素能量100满值 张平看到自己的天赋面板 不由暗暗震惊到 成长值又提升了 集合之前的情况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觉醒新天赋加成长值 升级就天赋消耗成长值 只要我不断觉醒新天赋 那成长值就是无限的 可是我记得 其他人的成长值都是有限的呀 难道只有我能觉醒多个天赋吗 望着新觉醒的石火者天赋 张平立马就明白了过来 刚才是石火者把火灾给吸收了吧 旋即张平就开始暗暗分析了起来 话说回来 我早上就已升到三级 吃下了三级宝石 怎么傍晚才触发宝石的效果呢 难道是需要某种契机吗 就在张平思索之时 仇强忽然打开门进来压一道 怎么回事 屋里怎么成这样了 在看到已经空了的燃料篓子后 仇强立马就握住张平的手机动道 等等 你不会是把赤炼蛇灵给丢炉子里了吧 那蓝衣会爆炸 都怪我忘了告诉你 张平见状不禁有些不好意思的 强解 那个屋里损坏的费用 而仇强在把模具放到桌上后 忽然出声打断道 说什么呢 你人没事就好 不过你是怎么把火灭掉了 赤炼蛇灵燃起的火可不好灭 而张平则挠了脑脑袋善笑道 那个 说来话长 就在这时 仇强忽然被炉子上的材料给吸引住了 你这材料融合得这么好 这可是需要极致的高温才能达到的效果呀 随后仇强就抓起金属团 送入模具中同时夸赞道 你小子果然很有天赋 学校真是看走眼了 比你现在的表现 近三大组织绰绰有余 张平文言不禁有些疑惑道 强解 大家一直将巡防队 调查队称作三大组织 那第三个组织叫什么 而仇强没有说话 他先将发红的面团迅速放入模具中 然后用铁锤敲打模具 将模具凸起的部分敲平 再将定型的武器放入水中冷却 随后仇强一边仔细观察 刚打造出来的武器同时解释道 明珠城确实存在着第三个组织 但这个组织叫什么 是干什么的 无人得知 随后仇强就将那柄刚打造完成的匕首递给张平 对了 张平递笔 之前你是想买装备的吧 如果不介意的话就收下这个吧 在接过匕首后 张平立即就发动了鉴定术 美人类 品质优良 可轻松对十到十九级的异画受造成伤害 当即张平就有些震惊道 这么好的匕首 应该很贵吧 头墙健壮立马就淡笑一声回应道 按市面上的材料来算 大概值个十万吧 一听到这个天文数字 张平顿时就傻眼了 十万可是等于他三年的工资了 顿时张平就望着匕首一脸震撼道 卧槽 这是月薪三千的我能收下的吗 头墙文声不禁大笑道 就当是你进步的奖励 随后头墙便直接转身摆手道 我还有任务 得先走了 不过你不回学校真的没事吗 张平文言连忙摇头硬道 不用担心 我已经提前办好了毕业手续 头墙这才放心的离去道 那你照顾好老爷子 他有点糊涂 别让他开门营业了 而张平在头墙离开后不禁暗暗思索了起来 虽说这铁匠铺因为不开业 没被天长湖盯上 但刚才动静这么大 难免会引起他们的注意 趁着天黑 用夜行者去周围巡逻一下吧 十分钟后 张平就来到小公园 此时破败的公园内 只有一个小女孩在里面挡着鞦韆 不过张平一眼就发现对方是天长湖 当即他就使出了鉴定术 让他意外的是 这竟然是一只三级的初级天长湖 在悄然来到天长湖身后之后 张平不由紧握手中的匕首暗暗敌不倒 可我一样是三级 我有装备加持 应该可以赢他 虽然城内巡防队完全沦陷 但城外调查队应该没受影响 一想到这 张平的眼眸立马闪过一丝决然 只要把天长湖的尸体交给他们 说不定就能引起高层的重视 可就在张平准备动手之际 他感觉到背后传来一阵寒意 是冰灵 显然对方是觉醒冰元素控制的觉醒者 紧接着就传来一道冰冷的女生 你是准备对儿童下手吗 别动 不然我就杀了你 这个男人自觉醒后 终于迎来自己和异兽的第一场战斗 就在刚刚 张平本想将意外偶遇到的初级天长湖给干掉 可没想到身后忽然传来一道冰冷的杀意 打断了他的计划 感觉到身后所传来的刺骨寒意 张平立马暗暗震惊了起来 这个女人等级恐怕比我高很多 我的夜行者天赋加上暗杀戒指 居然都被他锁定 就在张平愣神之际 神秘女子的声音再次传出 不想死的话 到孤儿院练武场来找我 紧接着张平就感觉背后的寒意已经消失 顿时他就暗暗诧异了起来 孤儿院练武场居然消失了 前击张平就暗松了口气 看来跟天长湖不是一伙的 不然我已经交代在这里了 随后张平就来到了附近的一个小公园 暗暗开测了起来 我是在孤儿院长大的 小时候常在附近的小公园下恋王八拳 因此给公园取名叫做孤儿院练武场 那个女人认识我 不然怎么知道我的秘密 不仅如此 她还一直监视着我 所以我刚要动手就被她阻止 她把我引到这里一定有什么目的 就在张平思索之时 距离她不远处的树林中 忽然传出沙沙的脚步声 一只异化兽缓缓从中走了出来 张平在看到那只缓缓逼近的异化兽后 不禁差一蹈 这里竟然有异化兽 随后张平就对着异化兽使出了鉴定术 装甲毒尾鼠 种族异化鼠 潜力两星 初级异化兽 等级武 天赋剧毒之尾 体内拥有毒囊 可通过尾巴末端的骨刺释放剧毒 并化皮毛 皮毛宛如装甲 防御力大幅度提升 但也因此敏捷下降 张平在看完装甲毒尾鼠的属性后 立马就暗暗思索了起来 这毒尾鼠比我高两级 慢慢后退应该能摆脱 要回去吗 不过张平还是立即握紧敌手 目光集中在装甲毒尾鼠的身上 暗暗决定道 不能走 现在不解决她的话 明天孤儿院的孩子来公园玩耍 就有可能会遇害 两级对五级 虽然有等级差距 但差距并不大 并且有强解送的优良级武器在手 张平没有过分惊恐 而是准备弹掉这只装甲毒尾鼠 毕竟美人类这把武器 可以轻松对中级异化兽造成伤害 破开初级异化兽的防御肯定轻而易举 张平在将学校里学到对付异化兽的知识 点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后 就选择主动出击 她脚下瞬间发力 整个人在黑夜中 就像是一头猎豹 静止冲向庄甲毒尾鼠 张平感觉自己能赢 她前世看过不少爽文 主角都是刚觉醒就非常擅长战斗 不合逻辑 虽然她没有战斗经验 但她可以命令张平召唤兽去战斗 让张平没想到的是 庄甲毒尾鼠忽然猛地跃至半空 身体卷缩成球 并且开始快速旋转 然后朝着她的位置快速砸下 庄甲毒尾鼠利用她那身尖硬皮毛进行的旋转攻击 让张平找不到攻击机会 她只好命令身体进入防御状态 美人类锋利的刀身 立即就挡下了庄甲毒尾鼠的攻击 虽然张平手中的匕首锋利无比 但在被庄甲毒尾鼠的旋转卸去绝大多数力道后 根本难伤她分毫 张平立马就压力陡增 她的庄甲太硬了 得智取才行 来了来了 隐藏在黑暗中对抗天长湖的神秘人终于露面了 就在刚刚 张平出战异化兽 可却没想到自己竟然破不开她的防御 而庄甲毒尾鼠见自己的旋转攻击没办法伤到张平 便利用张平的反击力道 直接反身跃到了不远处的巨石 紧接着庄甲毒尾鼠卷缩的身体猛地舒展开 双眼死死盯着张平 她身上那个毒囊猛然爆发出一阵幽暗的绿芒 毒囊中的毒素很快迅速在庄甲毒尾鼠的尾部凝聚 这赫然是她的天赋剧毒之位 下一秒 树到剧毒射线就猛然从庄甲毒尾鼠的尾部击射而出 张平健壮立即后退 然后就像玩游戏一样不断给身体下达指令来进行躲避 张平知道自己没法格挡这种蕴含剧毒的攻击 只好脚尖点地连连后退 快速与庄甲毒尾鼠拉开距离 此时张平不断喘着气 额头已经见汗 她立马暗暗分析了起来 眼睛是弱点 只有那里没有被庄甲覆盖 但她卷成一团防御有点棘手 得像个办法瓦解她的姿势 不过一想到自己不久前刚获取到的出击石火者天赋 张平立即就找到了突破的办法 紧接着张平就下达了命令 让身体使出明拳追蜀式 她很清楚 光靠自己的拳套 不可能发挥出追蜀的威力 所以她依然没有放弃匕首 但又将明拳中对付小型异化兽的手段用上 明拳是专门攻击下路的招式 针对小体型异化兽 次招式大力全 讲究已是压兽 就是依着体型优势碾压小型敌人 在连续躲开了毒素射线后 张平立即开始旋转手中的匕首 准备先来一波洋攻 装甲毒尾鼠的反应也很快 面对张平的攻击 她果断再次悬缩 不过这一次张平却早有预料 在攻击的同时 她的左手已经开始释放体内储存的火元素 张平深知装甲毒尾鼠的弱点是元素攻击 在猛然举起蕴含熊熊烈焰的左手后 张平不禁明笑道 鼠鼠你可别生气哦 话音刚落 张平猛然将手中的火焰爆甩而出 石火者的火焰缠绕技能 立即就命中了装甲毒尾鼠 见装甲毒尾鼠在灼烧下解除了防御状态 张平立马就再次将火元素覆盖在匕首上 然后笔直瞄准装甲毒尾鼠的眼睛处 下一秒 一道附带火焰刀光猛然落下 刺穿装甲毒尾鼠的眼球 接着匕首长驱直入 贯穿装甲毒尾鼠的脑人 而匕首上附带的火元素也紧接着轰然炸开 不断灼烧着装甲毒尾鼠的躯体 随后张平的眼前就弹出一个提示框 他的等级升级到了四级 体力 力量 领结都获得了增长 望着装甲毒尾鼠的尸体 张平不由微微松了口气 暗暗敌不倒 果然实战比锻炼升级快多了 说起来 这毒尾鼠出现的有些蹊跷 城内除了天长湖 不应该还有别的一画兽啊 就在张平思索的时候 他的身后已经悄然出现数到漆黑的能量 正快速朝着他的位置吸去 紧接着那团漆黑的能量 就将张平的脚下给包裹了起来 望着自己逐渐下陷的身体 张平立马就慌了 这是什么情况 随后张平就感觉自己的脚下一空 身体快速下坠的感觉 让他忍不住的发出一阵尖叫声 紧接着就传出啪的一声 张平就落到了一处神秘空间 四周漆黑一片 仿佛坠入了虚无一般 还没等张平回过神来 不远处就忽然探出一张玉手 刺骨的寒意再次从中涌出 雄魂的兵元素很快 就将张平的身体给缠绕住 然后将它从地上快速揪起 这一切发生的太快了 他根本搞不清楚状况 而那名女子正是不久前 阻止张平刺杀天长湖的神秘人 他在将手中的兵剑 瞄准张平的脖梗处后 这才开口道 我给你五分钟 证明你是人类 闻声 张平立马就愣住了 他不禁暗暗嘀咕道 这声音是刚才那女人 他要我证明自己是人类吗 玄机张平就脸色古怪的暗暗吐槽起来 我本来就是人类 你让我怎么证明啊 这个男人的鉴定术 终于再次迎来了升级 神秘女子的身份也因此被张平识破 就在刚刚 神秘女子一出现 就将张平给控制住 并且还要他证明自己是人类 张平见女子的要求这么奇葩 他立马就暗暗猜测了起来 难道他也意识到城里潜伏这一画兽 只是没办法分辨 所以才让我自证吗 那我准备对小天长胡动手时 他可能就已经怀疑了 独尾鼠该不会也是他对我的试探吧 一想到这 张平不禁有点头疼的善笑道 可以给点提示吗 不过毫无意外 女子只是冰冷的吐出一句 还有四分钟张平没办法 只好对女子使用鉴定术 可没想到却连续失败了二十次都没成功 但还剩余两分钟的时候 张平的鉴定术失败就达到了999次 鉴定术从中级晋级为鉴定术高级 鉴定术高级 可鉴定目标的阵营所属 鉴定术在升级之后 这一次很快就鉴定成功了 姓名刘思善 种族人类 势力扫除队 成长直五星 等级高级觉醒者 等级二十八 天赋水元素操控 可以通过喝水储存水元素能量 并且可以随心所欲地操控周围和体内的水元素能量 在看完刘思善的属性后 张平不禁暗暗骇然道 炮墙 居然有二十八级 怪不得这么难鉴定 而且夜行者和暗杀戒指也对他无效 势力是扫除队 没听说过呀 难道是除了巡防队和调查队之外的第三大组织吗 就在张平思索之时 对面的刘思善已经等得有些不耐烦了 他见张平默不作声便骤眉冷声道 还有一分钟 虽然张平的记忆里孤儿院内并没有刘思善这个人 但张平可以肯定如果他是来自那里的话 一定是改名了 当即张平就淡定地开口道 你会把这个小公园称为练武场 那你应该和我一样是孤儿院的人吧 紧接着张平就将小时候认识的女孩子一一罗列出来 你是刘头人 刘一手 刘学生 刘心语 刘思思 而刘思善在听到刘思思这个名字后 整个人忽然一震 紧接着他手中的冰箭就猛然刺出 直接落到了张平的肩膀上 见张平停止 刘思善忽然猛地凑到他的跟前冷声道 这并不能证明你是人类 而张平看到刘思善这种过激的反应后 心中立马就有了答案 刚刚那个反应 看来他就是刘思思了 他比我大三岁 我入读明珠能力学院的时候 刘思思已经毕业加入了调查队 如果是只有我跟他才知道的消息 那就是前生小时候有那么几天 跟刘思思练过舞 当时刘思思一本正经的教他 天崩地裂思思无敌拳 他还当真了 紧接着张平就开始舞拳 然后喊出当年刘思思教的拳法口诀 第一是 哈 第二是 呵哈 第三是 哈呵哈 天崩地裂思思无敌拳 原本冷静从容的刘思善 顿时就有些慌张地将手中的冰箭消除掉 张平健壮顿时就激动了起来 你真的是思思姐 不过刘思善却没有回答 而是指着张平一脸严肃地询问道 根据学院的资料 你的能力是契约宝石 因为无法满足发动条件而被评价为无用级 那么 你这段时间都在搞什么鬼 炸了炸了 化身为落石雨的天长狐王子 居然受到了粮食们的挑衅 就在刚刚 刘思善在确认张平是人类后 便询问他最近这些反常的行为到底在搞什么鬼 面对刘思善的质问 张平没有隐藏 而是如实回答道 在两周前 我吃下契约宝石 成为了召唤兽 且只受自己控制 因此我能免疫化兽的幻术 识破他们的伪装 而且根据我最近的调查 目前城里潜藏着大量天长狐 我怀疑是一个族群入侵了明珠城 他们的种族固有能力是认知扭曲 还没等张平继续往下说 刘思善就一脸激动地将他抓住 同时询问道 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张平则直接报出了几个地址给刘思善 乐业街 换上早餐店百娘 久安家具老板 龙珠街 龙枪长兵器方中的三个铁匠 说到这 张平忽然又补充道 还有你刚刚阻止我动手的小天长狐 这几个都是低级天长狐 你可以去核实一下 刘思善见张平不像是瞎说 当即他就立即转身提醒道 你在这里别动 我很快回来 在离开了张平后 刘思善便对着一枚紫色晶体开口道 金波 你觉得这个消息可信吗 而身在明珠城外的金波 则冷静地分析道 首先可以确定的是 灵珠城附近从未被发现过 这种叫天长狐的异画兽 不过认知扭曲这能力却出现过 也符合张平的描述 说到这 金波的眼眸中忽然闪过一抹金光 再次开口道 我已经派人秘密去抓最近的两个 应该快回来了 就在这时 金波身后的不远处 忽然传出一道轰鸣之声 这呼如其来的变故 立马就引起了他的注意 在看到几名扫除队的队员 正一脸慌张快速奔逃 金波的脸色立马就严肃了起来 发生了什么事 队员文声立即就加快脚步 同时耐喊道 主掌 是那个早餐店的老板娘 当被带出成就发疯的挣脱 并且还袭击我们 下一刻 早餐店的老板娘忽然猛然跃起 双手承爪朝着金波的脑袋袭去 金波见状却没有丝毫慌乱 他直接使用自己的天赋 同时大喝一声 找死 紧接着金波就一拳轰击 在老板娘的腹部之上 可最诡异的是 这一拳居然没有任何的声音 不过这一拳的威力却强得惊人 仅仅一拳 就将老板娘的躯体 冻穿了一个大洞 金波见状这才冷哼道 不自量力 紧接着老板娘的身体 就开始响起一阵诡异的声响 无数旅漆黑的能量 开始在他的体内一散 在漆黑的能量消失殆尽后 老板娘的躯体 就恢复到天长湖的状态 见此情景 金波立马果断下令道 看来消息是真的 我们总算搞清楚敌人是什么了 通知另一组人 直接击杀目标 与此同时 明珠学院内 洛世宇正慵懒地躺在沙发椅上休息 可就在这时 他忽然察觉到了什么一般 猛地睁开了双眼 在小嘎嘎惊恐的目光中 洛世宇忽然转身 双目眺望着远处的街道 紧接着洛世宇双腿猛地发了一灯 身体瞬间出现在高空当中 开始扫视整个明珠城 在扫视了一番后 洛世宇忽然开口道 月酒死了 有人杀了月酒 在城外 乐夜街也死了一个 就在洛世宇想要锁定凶手的位置时 却发现对方的气息居然消失了 当即他就眼眸冰冷道 能做到快速击杀后马上掩盖气息 还能躲过我的锁定 到底是什么人 已然气炸的洛世宇 紧咬着牙 长长的耳朵竖起 竭力控制自己的怒气 最后 他依然忍不住发出一声咆哮 恐怖的气浪以他为中心爆发 化作一阵强风向着周围散开 女人本想展示全数让张平消费 可谁料这个老六居然偷摸开启学习模式 就在刚刚 刘思善收到了金波所传来的消息 已经确定明珠城中的异兽正是天长湖 很快 张平健身上的束缚被瞬间解开 他立马就询问道 验证了吗 刘思善则点了点头回应道 不过我们无法确定 你突然拥有识破天长湖幻术的能力 会不会是对方故意设的一个局 所以你只能作为眼线 接下来一段时间 我会暗中保护你 你有什么发现 晚上可以联络我 而张平则一边活落筋骨一边笑道 保护家监视吗 行吧 只要能解决天长湖 一切都好说 刘思善没想到张平居然如此同情达理 在丢给张平一个东西后 他便开口道 这个给你 这玉牌是一对的 一块叫冷玉 另一块叫暖玉 遇到火焰覆盖冷玉 我手中的暖玉就会变得灼热 我就知道你遭遇危险 可以立即出手救援 当即张平就朝着手中的冷玉 释放火焰来尝试一下 而刘思善见状便再次开口道 不过我还是建议你加强自身实力 毕竟谁都无法百分百保证你的安全 一听这话 张平立即就挠了脑脑袋 有些不好意思的开口道 我也想过找个武馆学权法 不过那学费我可承担不起 而刘思善文言便一边离开一边摆手道 我会跟组织申请经费 你抽空去看看哪家武馆合适 见有人掏钱给自己交学费 张平立马就连连感谢道 那太好了 谢谢思思姐 几天后 张平在街上逛了一圈后 不禁暗暗敌不倒 这些天附近的天长湖少了很多 应该都被扫除队的人清理了 思思没告诉我身份 看来还是没那么信任我 若不是我的鉴定术得到升级 能鉴定出目标所属阵营 我还不知道他是扫除队的人呢 一想到这 张平的眉头不禁皱了起来 不过他们一开始是怎么知道 明珠城被异化兽渗透了 不管了 只要能帮忙解决天长湖就行了 而且一出手就给了一万明珠币 倒是挺大方 就在这时 不远处一个发传单的女子的声音 忽然吸引住了张平 学拳嘛 有谁要学兽王拳 文生 张平连忙走到那位 拿着宣传单的小姐姐身旁开口呢 给我一张看看 只见普通拳法入门 五百明珠币 兽王拳前三世 三千明珠币 兽王拳中三世 三千五百明珠币 兽王拳后三世 五千明珠币 兽王拳 奥义 九千九百九十九明珠币 小姐姐立马激动地推销起来 绝对物超所值 我们兽王拳的五级在明珠城还是挺有名的 可张平却看着传单上的价格陷入到了沉默当中 小姐姐顿时就急了 你不信的话 我可以演示一下 随后小姐姐就一边摆开架式一边开口道 兽王拳前三世 分别为猿王室 巨恶室 凤爪室 而张平没有阻止 而是在一旁默默给自己下达了学习的指令 男人意外发现刚认识的小美女 居然是个成长值高达七星的潜力骨 就在刚刚 小美女为了让张平报名学拳 主动表示要给他演练一次兽王拳 而张平在看到兽王拳第一世后 毕级就暗暗感叹起来 这兽王拳不论是步法还是招式 都比明拳厉害许多 确实是一套不错的武技 三世对应三种生物 元王室动作多变 无所定行 巨恶室锻炼指令 大成之后可生死虎报 而元王室的动作并不是模仿元侯的招式 而是一种攻速极快的拳法 拳法有着配套的步法 步法才是元王室的精髓 可张平在看到小姐姐忽然摔倒后 立马就暗暗嘀咕道 只不过 他明显不够熟练 完全展示不出兽王拳的威力 就在张平搀扶他起来之际 几名小嘎嘎忽然来到二人身旁冷声道 谁也许你们兽王拳馆的人在这里发传单的 小姐姐闻声立马就挠了挠头一脸不抱歉道 不好意思 我不知道这里不能发传单 就在这时 一名金毛男忽然走到二人中间嘲讽道 兽王拳这种不入流的武技有什么好学的 我劝你还是来我们行一拳馆吧 在看清小嘎嘎的长相后 张平立马就惊呼出声 你是闪电五连贵 金毛男文言瞬间就炸了 是闪电五连击 你才连贵 紧接着金毛男就一脸猙獰的大鹤道 上次铁匠铺的事情我还没找你算账 今天正好 熊大熊二给我上 而小姐姐健壮立马就身子一横挡在张平面前开口道 我不许你们欺负他 而熊大和熊二此时已然发动了自己的天赋 伴随着一声大喝 二人身上的肌肉尽快速的隆起膨胀 见此情景 张平顿时就感觉有些恶然 他连忙对着二人使用鉴定术 只见熊大和熊二的属性蓝几乎一样 成长直一星 初级觉醒者 等级四 天赋肉身强化 智力下降70%换取一定程度的肉身强化技能 肉身强化最高30% 在看完这个惊人的天赋后 张平的脸上立马突变 智力换肉身强化 你们确定这是天赋吗 而已经将身体强化完成的熊大熊二 显然已经变成了低能 毫无理智的就要朝张平冲去 而张平见面前的小姐姐居然敢以一敌二 当即他就好奇地使用了鉴定术 张杰敏 成长直七星 初级觉醒者 等级三 天赋情能补绝 学习能力下降90% 任何技能都可以通过坚持锻炼获得提升 每坚持一天 同类型锻炼成长速度提升10% 最高达到1000% 在看完张杰敏的属性后 张平不由暗暗嘀咕道 成长值居然这么高 没想到这张杰敏妥妥的后期大佬啊 不过现在你这实力帮我出头 不纯粹找虐吗 随后张平便将手中的那叠传单丢回给张杰敏 紧接着张平就将张杰敏一边推开一边开口道 这是我的事情 还是我自己来解决吧 可张杰敏却不依不饶道 可他们有三个人 你自己应付会吃亏的 张平文言立马就发出一声冷笑道 没事 刚刚你不是演示了袁王室吗 正好拿他们练练手 见张平一敌三居然还敢这么嚣张 熊二立马就飞升月起大吼道 狂妄的小子 下一秒 熊大刚扑到张平的位置时 却扑了个空 张平一个闪身手上甩出一记手刀 直接就将他给击晕 熊二见状瞬间就炸了 毫无理智地开启了猛冲 可张平意念一动 身体立即就使出了袁王室第二招 一个弯身肘击 直接就将熊二给轰飞出去 而金毛男趁机再次使出了 他的绝招闪电五连击 想要偷袭张平 可谁料张平忽然飞身一跃 抬腿就使出第三式 暴踢在他的致命弱电处 望着不断发出哀嚎的金毛男 张平立马就喝笑一声打句道 可惜啊 你少带两个人 你那引以为傲的闪电五连贵 变成三连贵了 在收拾掉行义武馆的三人后 张平便干脆转身道 走吧 带我去受王拳馆报名 而张杰敏则有些意外道 你真的要报名吗 你好厉害啊 只是看了一遍就学会了袁王室 以后我有什么招式没看明白 你可不可以教我呀 张平文言很干脆的点头表示没问题 张杰敏顿时就乐开了花 太好了 有你帮我 我一定可以快速变强 而张平望着张杰敏不由暗暗迪不倒 你有着七星的潜力 以后最差都是高级觉醒者 甚至有可能成为顶级觉醒者 搞不好以后我要找你帮忙才对 男人终于亲身体会到 兽王拳法的真正威力了 就在刚刚 张平决定跟随王杰敏前往兽王拳馆学习兽王拳法 可张平在来到兽王拳馆后 却发现里面的学员正不断哀嚎着 有人在街口看见教官了 你说什么 教官回来了吗 天啊 不是说教官要过两天才回来吗 该怎么办 我连元王室一半的招式都还没学会 让你们偷懒 等着受罚吧 哈哈哈哈 张平健壮顿时就一脸恶然道 怎么大家都好像很怕教官 你被罚过吗 而王杰敏立马就无脸道 我们的白德教官是出了名的严苛 来了一个多月 连入门拳法都还不达标 张平文言不禁暗暗吐槽道 这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情吗 就在这时 拳馆的大门忽然被猛地推开 而一众学员连忙齐刷刷地站成一排齐声呐喊道 教官好 王杰敏则连忙转身提醒道 教官来了 快站好 可白德在看了众人一眼后 便大喝一声 全体立正 姿势不对 罚跑50圈 张平立马就对白德使出了鉴定术 白德 种族人类 势力受亡拳管 成长直一星 高级觉醒者 等级25 天赋实行补行 通过吃下食物相应的改变身体形态 可保存的形态数量与等级有关 目前已保存奔狼形态 狂战雄狮形态 在看完白德的属性面板之后 张平不禁暗暗骇然了起来 好强 光从等级看 几乎可以跟思思姐一较长短 就在这时 白德忽然来到张平跟前询问道 你就是昨天帮忙叫醒行义拳管的小子吗 面对白德逼人的目光 张平只是淡然硬道 是又怎么样 见张平承认 白德立马就抄起拳头露出一抹凝笑 小子 看招 张平健壮顿时就猛逼 你这是要干什么 下一秒 一到凌厉的拳风猛然袭来 张平在躲开了之后不禁恼怒道 等一下 可白德却没有理会张平的喊叫 出拳的速度反而越来越快 而张平在不断躲闪的同时还不忘抗议道 你也太过分了吧 一言不合就对我这个新手出拳 可白德却猛的使出受王拳奥义同时大笑道 我怎么听说 你小子只是看了一遍掩饰就学会了原王室 紧接着白德那恐怖的拳头就暴砸到张平的脑袋跟前 可张平此时已经没办法躲开了 眼看就要被一拳抱头 可谁料下一秒白德就猛然收回拳击 然后轻轻敲了敲张平的脑袋 一脸满意的大笑了起来 见张平一脸猛逼的模样 白德立即大笑道 原本我还不信 现在我信了 你小子悟性不错 随后白德就撇了王拳敏一眼再次开口道 只可惜给你演示原王室的人是个半吊子 有些步伐相差十万八千里 随后白德就拍了拍张平的肩膀满意道 待会我单独给你纠正一下 而张平连忙恭敬的行李道 多谢教官 紧接着白德就哈笑一声 然后转身朝着一众学员开口道 接下来就该是检验你们有没有偷懒的时候了 此话一出 学员们立马就开始止不住的颤抖了 随后白德就散发出强大的压迫感大喝道 全部排好队 不达标的都给我做五百个俯卧称外加负重十公里 张平文言顿时就暗暗嘀咕道 不愧是肉身强化系的觉醒者 训练也是简单粗暴啊 男人仅仅只是触碰一下稀有的风之宝珠 没想到境意外激活了新的天赋 就在刚刚 受王拳管的教官白德很满意张平的表现 并且表示待会要单独给他纠正 就在白德训话的时候 张平忽然感觉身后有人戳了自己一下 拳击张平就转身 一看到慌乱的王洁敏他顿时就疑惑道 怎么了 而王洁敏则有些不好意思的开头道 那个 教官不肯多教我 所以一会他帮你纠正后 你能不能私下教教我 张平想都没想 肯干脆的就答应道 没问题 下课后你跟我一块回铁之魂 我当你的陪练 文言 王洁敏顿时就激动了起来 真的吗 我还担心你会拒绝 而张平在想到王洁敏那学习能力下降百分之九十的天赋之后 顿时就有些犯难了 望着一脸感激给自己鞠躬的王洁敏 张平不由暗暗吐槽道 你这天赋技能是用来折磨教你的人的吧 怪不得白德教官不愿意多教你 时间过得很快 几天后 铁之魂铁匠铺内就不断传出张平的声音 动作错了 重来 而王洁敏在张平的纠正下 不断演练着兽王拳 不断的犯错不断的重复 再看到王洁敏摔倒在地后 张平不禁捂着脑袋暗暗敌步道 我将元王室的招式拆成好几个小动作 让他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的练 这样才勉强有点效果 不过这兽王拳确实有点门道 这几天练习下来 我隐约觉得等级有提升的迹象 就在这时 门外忽然传出一道熟悉的声音 张平老弟 我回来了 闻声 张平当即就转身开口道 是强姐回来了 你加油接着练 我去看看 在张平刚走到门口 就看到强姐正自顾自的说道 可恶 这次差点灾了 不知道什么鬼 外边的野兽和异化兽都少了很多 我们不得不深入北边的山林 最后竟然遇到狼群 还全都是异化兽 闻言 张平的脸色瞬间就紧张了起来 那强姐你没事吧 而强姐则一边掏出一枚宝石一边摇头道 还好 我们用盾地铲藏起来了 那狼群找不到猎物 就去攻击附近的野人了 随后强姐就掏出一块绿色的宝石 朝张平开口道 我趁机于翁格力 从狼群内搞到一件好东西 来 上上手 这玩意真凭可不多见 当即张平就对这枚宝石使出了鉴定术 风之宝石 品质稀有 是一种十分稀有且罕见的生物结晶 可以用来储存风元素能量 通过精神引导的方式 可以将能量释放出来 从而形成风刃以及风暴之类的攻击 随后张平就小心翼翼地接过风之宝石 刚入手他就感觉手心有点凉 他不由亚异道 这就是风之宝石 强姐纹生立马大笑道 你还挺识货的嘛 就在这时 张平的耳朵忽然听见过的一声 接着是一片杂音 就像是过去的电视台收不到信号 变成雪花瓶石的声音 然后他就听到许多男男女女的声音 不断在耳边响起 当即张平就连忙对自己使用鉴定术 张平 成长之四星 体力十八 力量十七 秉结二十一 等级四 七月宝石LV四 觉醒天赋风雨者 风雨者初级 持有者会随机听到方圆石里内情绪大的声音 无法主动控制 看着新获得的天赋 张平立马就暗暗窃喜了起来 果然是新天赋 跟上次失活者的情况一样 七月宝石延迟发挥作用了 可就在这时 张平突然听到一阵沙哑的声音 月十二死了 该死的人类 今天我要多吃两个 月六 这店里除了王洁敏还有一个男的 那男的好像就是在学院宿舍 害我们被陛下责怪的那 文生 张平的心瞬间一挤 他连忙转身朝店外看去 同时暗暗震惊道 什么声音 是天长狐吗 而那两只天长狐还不断讨论着 他们看上去味道不错 今天中午就吃他们吧 我吃那小子 王洁敏留给你 张平在看到门外后立马一阵 他发现铁织魂店门外 站着两只天长狐 他们正看着店内 就像是挑选猎物一般正打量着他 来了来了 垂涎王洁敏已久的天长狐 终于出手了 就在刚刚 意外觉醒风雨者天赋的张平 忽然听到店铺外的天长狐 居然准备要吃掉自己跟王洁敏 而刘思善才刚从浴室里出来 就意外发现自己的那块浴排 正不断冒着热气 当即刘思善就停下手上的动作 眉头一紧道 不好了 张平有危险 与此同时 张平的内心已然焦急不已 都过去那么久了 思思姐怎么还没来 张平感觉那两只天长狐 很快就会失去内心 随时可能会进来 她知道那两只都是终极天长狐 就算加上强姐也完全没有胜算 而强姐见张平的脸色 忽然变得难看起来 立马关切道 你怎么了 没事吧 我去看刘叔呢 要不你先上楼陪陪刘叔 我去买点菜给你们做饭 闻言 强姐忽然一把抓住张平的胳膊开口道 那你抓紧 我可好久没吃你做的菜了 另外风之宝石我先拿走了 再拿回了宝石后 强姐便转身催促道 别让我等太久哦 而张平则边走边暗暗逼不起来 趁现在带着王姐敏先离开这里 免得殃及强姐和刘叔 很快张平就来到了锻造室 王姐敏见张平回来连忙询问道 张平 你看我这动作对不对 而张平忽然一把冲到他身旁 抓起他的手就往外跑 别出声 先跟我走 可就在这时 早已经在门外等待许久的两只天长狐 终于出现兰在了二人跟前 同时用沙哑的声音鸣笑道 你们俩这是准备去哪 张平健壮顿时就在心中暗道糟糕 他连忙就停下脚步 然后迅速命令自己冷静下来 而没办法识破天长狐伪装的王姐敏忽然激动道 爸妈 你们怎么来了 而张平则下意识地拦在他跟前阻止道 别过去 见张平的反应这么激动 王姐敏连忙解释道 张平 他们是我爸妈 没事的 张平文言便没再说话 而是果断使出了鉴定术 两只天长狐的等级赫然都高达16级 达到了终极易化兽的水准 那两只天长狐见张平居然拦住王姐敏 立马就有些恼怒了 灵敏 你身边这位是谁啊 怎么好像很怕我们 被拦住的王姐敏文言连忙解释道 他是我全管的朋友 而众人没有注意到的是 一股漆黑的能量已经悄然从地下冒出 紧接着张平脚下的黑暗能量就迅速窜起 将二人包裹在其中 和王姐敏的惊慌失措不同 张平顿时就暗松了口气 暗示空间 太好了 思思解来了 下一秒 那股能量就快速旋转 在二人脚下形成了一个黑洞 天长狐见状立马就飞扑了过去同时大吼道 不好 他们要逃 而张平见状立马冷静地一把抱住王姐敏同时转身大喊道 别管他们 快抱紧我 在张平二人坠入密室的同时 向二人飞扑而去的两只天长狐也紧随其后一起坠入黑洞当中 望着距离自己仅仅只有数米的力爪 张平顿时就脸色一变在心中暗道不妙 不好 他们跟上来了 出手了出手了 身为清除者的刘思善终于出手了 就在刚刚 张平虽然带着王敏捷坠入了密室空间 可那两只天长狐依然紧追不舍 堆积着张平二人的天长狐 在靠近张平的瞬间果断挥下了力爪 而背后在身下的王敏捷 张平忽然发出一声痛苦的惨叫 他顿时就急切了起来 张平 你怎么了 紧接着密室内就发出砰的一声 四者同时坠入洞中 转眼之间他们就落在了暗室内 不过张平很果断的就跟天长狐拉开了距离 双方都矗立在原地等待时机 见张平内副严阵以待的模样 以及背后那触目惊心的伤口 王敏捷顿时就有些慌了 张平你没事吧 而张平的眼眸紧紧盯着前方缓缓点头道 还好 而王敏捷自己的爸爸居然出手伤了张平 立马就大喊了起来 爸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而张平健壮连忙伸手一横赤鹤道 别过去 他们是一化兽 此话一出 天长狐顿时就有些意外的鸣笑道 竟能识破我们的伪装 那就更留你不得了 话音刚落 两只天长狐立即就脚下一蹬 以极快的速度扑向张平 面对天长狐的森森力爪 张平只能利用手中的武器格挡 同时在心中暗倒 跑快的速度 根本躲不开 这就是等级的差距吗 与此同时 伪装成王杰敏母亲的那只天长狐 已经找上了王杰敏 而王杰敏识破不了天长狐的伪装 只能任由天长狐接近自己 天长狐的力爪逐渐在接近王杰敏 那猙獰的巨嘴也已经想着他张开 可他却并不知道自己已然 陷入了危机当中 而张平独自抵挡高自己十多级的天长狐 也已经十分吃力 照这样下去 他也撑不了多久就会成为天长狐的口粮 就在这时 一道熟悉的声音猛然在空旷的密室内响起 张平 让开 紧接着刘思善就迅速出手 他周身有寒气环绕 一道兵灵迅速从他脚下蔓延而出 眨眼之间就洞穿了王杰敏跟前的那只天长狐 紧接着兵灵就再次蔓延而出 再来到张平身旁后忽然猛然拔地而起 三寒的冰锥轻而易举的就将压制张平的天长狐给洞穿 紧接着刘思善就猛然从原地冲出 在催动体内元素之力的同时迅速挥舞手中的兵箭 下一秒 快速移动的刘思善就像一道寒芒一般 在两只天长狐间飞速穿梭 随着他手中兵箭的挥舞 两只被洞穿的天长狐没有丝毫反抗能力 就被刘思善轻易地斩落脑袋 在解决掉那两只天长狐后 刘思善就消散掉周身的兵元素同时开口道 你们没事吧 而王杰敏望着倒地不起的父母 立马就疯狂大吼起来 为什么 为什么你要杀我爸妈 张萍健壮连忙出声提醒道 王杰敏 他们不是你父母 只是披着你父母人皮的天长狐 可王杰敏根本不相信张萍的这番说辞 他满脸痛苦地疯狂摇头道 不可能 你骗我 他们明明就是我爸妈 当即张萍就连忙扶住痛苦的王杰敏同时询问道 思思姐 为什么天长狐没有显露真身 刘思善则猜测道 城内可能存在王者及天长狐 强化了族群的幻术天赋 所以即使是低级的狐狸也能 瞒过高级觉醒者 而我们之前猎杀的那些 也是在城外才会显露真身 闻言 张萍的眼眸立即就赏过一丝决然 这样的话 看来只有我能揭开他们的伪装了 随后张萍就走到那两只天长狐的身旁 然后缓缓伸手将覆盖在天长狐脸上的人皮给撕下 在撕下了人皮后 张萍这才再次开口道 王杰敏 这两只异化兽杀害你的父母 并且伪装成了他们 这就是真相 而王杰敏做梦也没想到 平日里跟自己历切接触的父母 竟然是两只天长狐所幻化的 而那两只天长狐在失去了人皮面具后 立即就显露出了本体 见此情景 本来还不相信张萍的王杰敏 立即就落下了痛苦的泪水 他不禁满脸痛苦的喃喃道 怎么会 怎么会这样 炸了炸了 天长狐王子要出手对付活跃在黑暗中的扫除队了 就在刚刚 在扫除队出手清理天长狐后 城主府这边也开始了动作 以化身成洛世宇的天长狐王子为首 底下集合了密密麻麻的天长狐 洛世宇坐在主座位上 沉吟了片刻后忽然开口道 这一周离死了九名同胞 看来人类已经找到破解幻术的办法 一只贴着妩媚女子人皮的天长狐立即开口道 殿下 干脆我们直接杀光所有人 接管这座城市 一旁贴着胖子人皮的天长狐 则反驳道 那我们以后吃什么 吃草吗 一时间 天长狐闷纷纷加入了讨论 很快又从讨论变成了骂战 眼看骂战渐渐要升级为打架 洛世宇这才大手艺会命令道 安静 紧接着洛世宇的眼睛微微眯起 一股凶悍的气势笼罩整个城主府 愚蠢 杀光所有人类不现实 而且浪费食物 当务之急是把暗处的家伙引出来 再逐个清除 不知副城主可有对策 话音刚落 城主府里唯一的人类 副城主黄泽民连忙恭敬地弯身道 王子殿下 我们或许可以引其他种族进来 把明珠城的水搅混 然后集中清理掉一部分人类中的强者 落实与文言不由眉头一挑道 你怎么确定他们还在城里 黄泽民当即就满脸坚定地点头解释道 三大组织 除了巡防队和调查队 还有一个队伍 当初城主被王重伤 覆山而逃 我怀疑他就藏在那个组织之中 我很清楚他不会离开城里 肯定在等待我们露出破绽 底下那两只胖兽天长胡文言 立马就附和道 殿下 我觉得引其他种族进来这个主意不错 我正好想换个口味 而落实与在满意地点了点头后 便从王座上缓缓起身 朝着底下边走边开口道 那就把明珠城的水搅混 不过如今王还在沉睡当中 说道这落实与忽然停下脚步冷声道 虽然你帮助了我族 但你若敢有什么小动作 我一样会杀了你 说道这 化身成落实与的天长胡王子 忽然爆发出一股肃杀之气告诫道 希望你搞清楚自己的位置 黄泽民 闻声 黄泽民立马就扑通的跪倒在地 连忙恭敬地回应道 属下不敢 属下穷尽一生奉献于明珠城 可惜城主无能 明珠城迟迟得不到发展 属下只希望明珠城能被强者接管 说完 黄泽民在低着脑袋 忽然微微抬起 在卑微的眼神中 猛地散发出冷光 嘴角也逐渐上翘 与此同时 黄泽民望着地上的番茄酱 整个人都陷入到了绝望当中 但明白自己的双亲 早已经被天长胡所杀 并且还被天长胡幻化身份 他这下彻底是绷不住了 痛苦与自责 让他止不住地好好大哭起来 爸妈 对不起 对不起 要是我能够早点察觉的话 可就在这时 一旁的刘思善却忽然出声打断道 就算你提前发现 又能做到了什么呢 张平文声连忙捅了捅他的肩膀提醒道 别说了思思姐 而知道自己实力低微的黄泽民 立马就大吼道 够了 说到底都是我的错 我太弱了 我这种人 连最简单的拳法都学不好 为什么这种事会发生在我爸妈身上 为什么死的不是我 张平见状却没有说话 而是缓缓朝着王杰明走了过去 紧接着张平就猛地蹲下身里 将王杰明给一把拥入怀中 开始了开始了 针对天长胡的剿灭计划终于要开始了 就在刚刚 张平见王杰明陷入到了失去双亲的痛苦中 便果断将他拥入怀中以做安慰 张平很明白王杰明这种自责和无力的感觉 他在抱住王杰明后便开口安慰道 听着 这不是你的错 我和你一样 也有个对我很重要的人 但却被巡防队的天长胡给杀了 我总是不禁会想 如果那天阻止他去巡防队 是不是就不会发生悲剧了呢 但我心知肚明 即使回到过去 结局也不会发生变化 去巡防队是他的梦想 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止 没人能改变注定的是 这一切并不是你的错 但是你可以改变未来 可以变强 保护其他重要的人 我相信你爸妈在天有灵 也一定会替你感到高兴的 在听到张平的这番肺腑之言后 本来身陷绝望的王杰明终于不再自责 谢谢你 张平 见王杰明的情绪稍微好转 张平便再次开口道 至于城内的这些怪兽 相信我 我一定会把他们彻底消灭 可下一秒 他的话还没说完 就猛地朝王杰明喷出了一大口番茄酱 张平刚才命令自己的身体强撑 可没想到只能持续这么一小会就倒下了 但经过一段时间的昏睡后 张平这才缓缓睁开了双眼 见张平终于醒了 王杰明的脸色瞬间就激动了起来 太好了 他终于醒了 而张平在清醒后 立马就起身询问道 我睡了多久了 一堂的刘思善见状连忙提醒道 别乱动 小心伤口又裂开 就在张平猛逼之时 王杰明忽然一把抓住他的手腕坚定道 我决定了 我要变得更强 然后跟你们一起消灭天长湖 望着恢复精神的王杰明 张平不禁呵呵一笑道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 一起加油 而刘思善文言却忽然眉头一紧见一道 王小姐 现在你的家已经不安全了 我建议你先在这里住下 你们两个待在一起 我也好保证你们的安全 然而就在这时 张平的风雨者天赋忽然启动 城主府里的对话 全都被张平的天赋给窃听到了 张平很确定那道声音就是落实语的 当即他就连忙开口道 思思姐 天长湖有情况 片刻后 张平便将刚刚听到的全部都告知给刘思善 当即刘思善就开始分析了起来 黄泽明他是明珠城的副城主 出现在与天长湖的对话中 且自称属下 说明他极有可能已经叛变了 至于所谓的王 能够强化族群的幻术 并且让顶级觉醒者都无法识破 那必然就是天长湖之中的王者了 说到这 刘思善立即朝张平示意道 既然他们的王在沉睡 那现在就是我们反攻的好时机 张平 我们需要你配合识别天长湖 张平立马就严肃地点了点头表示没问题 而扫除队基地内 在刘思善把这个信息穿回去后 扫除队的三名队友也开始行动了起来 金发女曼妮不禁边走边抱怨道 之前让我开启密室 现在又要打开天幕 思思可真会使唤人 一旁的陈洛威似乎对此习以为常 也没有多说什么 在进入到了密室之后 许杰忽然提醒道 曼妮你不来一点咖啡吗 这次估计要很久哦 而曼妮直接摇头拒绝道 不用我刚喝过了 片刻后 许杰就率先走入一个神秘法阵当中 开始发动自己的天赋 同时开口道 那我们就开始吧 阳光充能完毕 随着组合计幻光天幕的发动 一道黑幕很快就从法阵中涌出 曼妮的能力是黑幕 陈洛威的能力是光影幻变 曲节的能力是太阳充能 三人的组合计可以为刘思善 提供最大的保护作用 在幻光天幕启动的瞬间 以明珠城中心开始 一道看不见的黑幕缓缓落下 转眼就将整个明珠城给全部覆盖 接着黑幕出现各种画面 黑幕迅速被画面填满 黑幕形状逐渐变化 画面也跟着变化 整个明珠城在这一刻 开始变得不一样了 出手了出手了 扫除队的强者终于出手了 就在刚刚 扫除队结界祖联合发动的 秘术幻光天幕 已经悄然覆盖了整座明珠城 经过这段时间的合作 扫除队总算愿意 透露部分情报给张婷 扫除队 作为明珠城内最神秘的子织 他们的职能是 当明珠城即将遭受灭顶之灾时 挺身而出 为明珠城荡庭污秽 作为明珠城的底牌 扫除队经常需要进行秘密行动 而支撑他们行动的 则是队内的特殊机构 结界祖 据思思所说 结界祖有三名主要成员 组长曼妮 能力是黑幕 先前张婷多次进入的暗示空间 就是她的手笔 取节的能力为阳光充能 通过吸收阳光 为队友提供持续战斗的能量 陈洛威 能量为光影幻变 通过改变物体表面光影的颜色实现隐形 三人联合可发动幻光天幕 能将天幕内亡者及以下生物 无缝拉入暗示空间的里世界内 还可以随意修改里世界的景象迷惑对手 是结界祖的最强手段 既然天长湖通过扭曲认知来悄无声息的杀人 那我们就以其人之道还至其身 第二天 明珠城照常运转 没有人意识到明珠城已经发生变化 月一和月二从成竹府走出 他们负责为成竹府里的其他天长湖提供食物 再走了一会后月一便有些不耐烦了 月二 要不我们就在这里挑几个带回去吧 可月二在扫尸四周后便摇了摇头 最近城里不太安全 还是谨慎点好 走着走着 月二的脚步忽然猛地停了一下 月一见状立马就跟着停了 下来 月二看着往来的行人 突然开口问道 月一 有没有感觉哪里不对劲 可月一却没好气道 哪有什么不对劲 我看你就是疑神疑鬼 可下一刻 月一忽然敏锐地发掘四周的变化 目光瞬间变得阴冷了起来 见原本热闹的街道变得空荡荡的 月一的脸色瞬间凝重了起来 话说 人都到哪去了 就在这时 两只天长湖身后忽然响起一道破空之声 一个闪烁着金芒的拳头 已经悄然袭到了他们的身后 显然 这两只天长湖已经进入到了幻光天幕中 成为了扫除队的猎杀对象 紧接着就爆发出一阵轰鸣之声 金芒一拳直接爆砸在天长湖所在的位置之上 烟雾散去后 金芒望着空荡荡的地面不禁有些失望 真可惜 没能一拳干掉你们 而月一立即就反应了过来 最近在明珠城杀死我族的就是你这家伙 当即月一和月二就摆开战斗姿态明笑道 竟敢这么明目张胆地对我们发起攻击 就不怕被我们叫增援吗 根据张平的情报 这两只25级左右的天长湖 等级高达32级的金芒感觉自己足以应付 他立即就开始催动能力黄金之穴同时冷笑道 要不你叫一个看看 见金芒这么狂妄 月一和月二立即就朝着他飞速袭去 而金芒全身肌肉鼓起 身上不断冒出丝丝电光 显然已经完成了黄金之穴的变身 下一刻 月一就率先出手 而金芒一边用右手蓄力 直接干脆伸出左手来格挡 可让金芒意外的是 一抹金色的液体忽然从他体内溅出 自己竟然被伤到了 开始了开始了 扫除队的最强战力终于展现出真正实力了 前不久 金芒才当跟天长湖开战 却没想到自己却忽然被伤到了 见金芒这么弱 月二立即就冲到他跟前大喝道 区区食物也敢嚣张 而金芒见自己明明抬手阁挡 可肩膀上却再次出现伤口 他立马就有些愕然了 而月一和月二见金芒只会抬手防御 顿时他们就开始互相配合 发起一波激烈的猛攻 见金芒毫无反抗之力 月一顿时就得意了起来 就这种水平 真不知道那些同类是怎么被杀的 话音刚落 金芒猛然一步踏出 闪烁着金芒的拳头全力轰在月一的脸上 月一直接就被这一拳给轰出数十米开外 身体重重地撞击在街上的混凝土上 金芒这才冷笑道 现在你知道了吧 而一旁的月二见状立马就怒了 他直接飞升月起 飞速抬起巨爪同时愤怒地咆哮道 滚蛋 我要你的命 下一秒 月二的力爪在即将就要触碰到金芒的时候 却猛然停了下来 虽然金芒没办法看破天长湖的伪装 但他却凭空抓住了天长湖的手默然道 原来如此 虽然看不到 但你们的体型我大概搞清楚了 紧接着金芒手上猛然发力 天长湖立马就爆发出一声哀嚎 手骨瞬间被捏到断裂 而金芒则毫不在意道 这能力偷袭确实很强 但正面对抗也不过如此 见自己不是金芒的对手 月二立即大吼了起来 烈一快救我 而刚刚被甩飞的月一文声 立马就飞身一跃再次朝着金芒袭去 可金芒见状却丝毫不慌 反而转身露出一抹冷笑 来得正好 下一秒 金芒直接抓起月二的身体 手上一甩就将月二给砸在月一的身上 紧接着金芒脚下猛的一蹬 身体已极快的速度飞越到他们的身后 然后金芒快速抬起腿来 浑身的能量朝着那根粗腿凝聚起来 金芒的这一腿直接命中了两只天长湖 地面立即就爆发出一阵轰鸣 两只天长湖直挺挺地被爆砸在地面之上 不过天长湖的生命力异常地顽强 这一脚还不足以秒杀他们 本想呼叫支援的月二忽然艰难道 为什么感应不到同类 我们中计了 接下来的战斗显然已经毫无悬念了 金芒很果断地再次出拳 而天长湖此时已然无力抵抗 金芒不断地疯狂地出拳 仿佛要将这段时间积攒的所有怒气 都发泄在这两只天长湖的身上 张萍看着像是被炮弹轰炸过十多轮一样的街道 他不禁出声惊叹道 炮强 而刘思善则淡笑一声回应道 毕竟金芒是我们战斗组的组长 而金芒的形象却让张萍止不住地笑出声 不过他的造型 很难让人不联想到超级赛亚人 此时的表世界一切如常 人们并没有发现扫除队的动作 就在这时 刘思善忽然接到一条紧急消息 刘思善 我是石白 城外异化兽由于未知原因开始聚集暴动 他们若是在这个时候进入城内 恐怕会增加幻光天幕的负担 你去城外调查一下情况 如果你担心张萍 那就带上他 正好可以锻炼他的实战能力 之前他指认的天长虎已经记录过了 我会安排战斗组去解决 而刘思善在将情况告诉给张萍之后 张萍立即就暗暗思索了起来 之前强解遇到风暴狼聚集成群 是不是也和这是有关系呢 就在这时 刘思善很干脆直接转身道 走吧张萍 随我出城 铁匠铺那边我会派人保护的 刚刚那位是我们的首领 任务结束后你会和他见面的 这只平平无奇的小兔子 竟让男人陷入到苦战当中 就在刚刚 张萍他原以为出城之后 将面对层出不穷的危险 谁知道跟着刘思善一路走来 连一只异化兽都没有碰着 剑城外这么安全 张萍不由咧嘴笑道 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出城呢 地上的这些是什么植物啊 就在这时 地上那些奇怪的植物就开始不断沙沙作响 张萍顿时就有些好奇的想要靠近一探究竟 刘思善健壮立马就伸手一把 拉住了张萍的衣袖阻拦道 别过去 有危险 就在张萍疑惑之时 那奇怪的植物忽然弹射出一团绿油油的液体 紧接着那团绿色液体就在天空中爆开 洒向四周 不过张萍并没有过于靠近 所以没有被波及到 地旁的刘思善这才开头解释道 这些植物叫盐酸草 富含盐酸 腐蚀性极强 现在正是果实成熟的时候 成熟的果实会像烟花一样爆炸 盐酸草就是用这种方式播种的 千万要小心 此外 有种异化兽以盐酸草为食 随后刘思善就为张萍指了 指不远处正在吃盐酸草的白色兔子 那是你的第一个对手 我要去调查一下异化兽暴动的情况 你在这里别跑太远 而张萍在看向兔子后 二话不说就先鉴定 异化兽石水子弹兔 种族异化兔 潜力三星 初级异化兽 等级九 天赋石水子弹 能从耳朵隐藏的焊线 射出具有强烈腐蚀性的石水 张萍见着兔子看上去人畜无害 但等级却比之前的毒尾鼠还高 他立即谨慎地掏出美人类 同时释放出石火者所储存的火元素 准备趁他不注意先发制人 下一秒 张萍手上猛然一动 手中覆盖着火元素的美人类 立即就如离弦之箭 转瞬间就袭到了石水子弹兔的身后 但石水子弹兔的反应很敏锐 但察觉到有偷袭后 他迅速一跃 就轻松躲开了袭击 可张萍对此早有预料 在石水子弹兔跃起的瞬间 他立即就使出明拳准备将其解决掉 可就在这时 石水子弹兔的耳朵触却忽然发出扑斥的两声 两团绿色的腐蚀液体瞬间喷涌而出 张萍没想到这两团液体居然能射这么远 他只好连忙催动体内的火元素挡下攻击 随着石水子弹兔的奔足 地上那些盐酸草也开始出现了状况 不断喷射出盐酸雨 顿时张萍的脸色就骤变了 不好 盐酸草被他触发了 下一秒 树团绿色液体就在半空中炸开 将张萍所在的位置附近全部覆盖在其中 张萍见状立马就暗暗下令道 躲避酸液 接着在身体自动挂机时分析情况 在身体不断走位躲闪之际 张萍的意识立即开始暗暗分析了起来 这兔子的感官很敏锐 反应也很敏捷 我偷袭没能成功 而且他还有远程技能 同时可以免疫盐酸草所喷出的腐蚀液体 他还很狡猾 先喷酸液防止我近身 接着故意把我引到果实成熟的地方 一想到这 张萍不禁停下动作暗暗感叹道 这兔子动作敏捷又狡猾 不好对付啊 可张萍忽然发现自己的双手 并没有任何受伤的痕迹后忽然心头一震 话说酸液为啥没有腐蚀我 我明明用手接住了子弹兔的酸液啊 一想到这 张萍立即就催动体内储存的火元素覆盖在手掌上 难道是因为火吗 男人在发现了子弹兔的弱点后 立即将自己的食火者天赋全开 就在刚刚 子弹兔在看到张萍手上燃起的火焰后 好像受了刺激一般 立即猛然跃起疯狂朝他喷射酸液 而张萍的手臂只是随意一扫 体内的火焰立即喷涌而出 转眼形成一道火墙轻松挡下所有酸液 酸液在落在火墙上的瞬间 立即就响起滋辣的声音 被高温的火焰给瞬间蒸发 见自己的猜测正确 张萍立马就露出一抹笑意 果然 这酸液怕火 直接就蒸发了 怪不得思思能放心让我跨级挑战这种对手 而子弹兔见张萍居然将自己喷出的毒液全部蒸发干净 立即就进入到双眼泛红的狂暴状态 见子弹兔居然主动朝自己发起冲锋 张萍连忙就摆出防御姿态骇然道 这熟悉的感觉 小怪也有二阶段吗 进入狂暴的子弹兔的速度实在是太快 张萍一下子就沦为靶子 只能不断挥舞匕首来格挡 可子弹兔的攻击十分凶猛 望着身上被划伤的伤口 张萍的脸色瞬间就难看了几分 他的爪击也有俯视效果 这家伙知道远程攻击对我无效 所以想跟我硬碰硬吗 张萍没办法完全防御住子弹兔的攻击 他要想不被他腐蚀 就得让火焰覆盖全身来进行防御 当即他就火力全开 用火焰缠绕将自己全身都包裹起来 如此大的能量释放 一下子就消耗掉他体内一半的火焰储量 张萍知道用这种方式火焰很快就会消耗完 必须得速战速决才行 紧接着张萍就开始快速奔足 他打算利用身上的火焰将子弹兔给包围起来 很快一元一兔就展开了追逐战 但子弹兔在速度上还是领先一筹 张萍完全没有办法伤到他 不过张萍的刻意追逐 只是为了布下限制他的陷阱而已 在顺利将子弹兔用火焰包围起来后 张萍立马就凝笑一声 这下你无处可逃了吧 受死吧 话音刚落 张萍立即就飞身一跃 高高举起手中的匕首就要朝子弹兔刺去 经过这番苦战的消耗 张萍体内的火元素储量已经见底了 可谁料这必杀的一击 却被子弹兔给躲开了 而张萍体内最后的一点火元素 也在这一刻归零了 不过张萍健壮却丝毫不慌 反而露出了一抹笑意 紧接着他就命令身体发动食火者天赋 将四周的火焰吸收掉 顿时四周的火焰就疯狂涌入了他的体内 火元素储量也一下子涨到了13点 随后张萍就迅速锁定子弹兔 然后催动火元素覆盖在匕首上冷声道 在空中我看你怎么躲 下一秒 张萍耐燃烧着熊熊烈焰的手猛的一扫 美人类瞬间就化作一道火光 直接轰击在子弹兔身上 而美人类附着的火焰 立即就开始灼烧子弹兔 见美人类准却命中了子弹兔 张萍这才松了口气 真费劲啊 我属性没长 说明这兔子还活着 得补几刀才行 紧接着张萍就快步来到已经残血的子弹兔身旁 开始疯狂对其进行补刀 下一刻 张萍就看到眼前弹出了面板 全属性提升2 目前个人属性 体力20 力量19 领结23 再看到属性提升后 张萍这才满意到 不愧是9级的怪 杀死一只居然加2点全属性 可惜等级没有提升 不过等级越高升级越难 因此锻炼和打怪获得经验后 只提升属性 却不长等级的情况也很常见 随后就再次弹出一条提示 吸食火焰总量达到1000 食火者初级进级为中级 储量提升为300 这个意外收获 立即就让张萍笑得合不拢嘴 食火者居然进级了 收获还真不小啊 然而就在这时 距离张萍不远处的地方 却忽然传出一阵滋滋的响声 只见密密麻麻的食水子弹兔 不断朝着他逼近 无数双红色眼睛紧紧盯着他 感受到这群兔子所带来的压迫感 张萍止不住地喊出一句 卧槽 这是一窝兔子吗 出手了出手了 实力不详的刘思善终于出手了 就在刚刚 张萍在好不容易解决掉一只子弹兔后 却意外遭遇了暴动的兔群 而张萍在看到 食火者天赋储量已经见底后 他不禁心头一吐 糟了 刚刚那一击把储量用完了 而密密麻麻的食水子弹兔不断涌出 无数双红色的眼睛正看着张萍 显然这么庞大的数量 根本不是他所能应付的 当张萍看到眼前那强壮无比 比一般子弹兔 要大上几圈的子弹兔首领时 他顿时意识到情况不妙 紧接着张萍就连忙开始在身上摸索了起来 对了 这点火元素储量 还是能激活一下玉佩求救的 眼下这种情况 36G走为上级才是最佳选择 不过那群子弹兔却并不打算就此放过他 待他转身逃跑的瞬间 就涌出十多只紧随气后 张萍此时已然慌的一批 他连忙命令身体全力跑路 同时用仅剩的一点火元素去燃烧玉佩 虽然张萍的速度不慢 但子弹兔却更胜一筹 仅仅片刻功夫 他就被子弹兔给拦住了去路 没办法的张萍只好停下脚步 他在发现身后那群子弹兔也已经逼近了之后 不禁眉头一紧道 不是吧 他们还懂前后包抄的战术吗 眨眼间 张萍就被子弹兔给围在了中间 虽然这些子弹兔看起来人畜无害 但他知道自己这次麻烦大了 下一刻 数十只子弹兔忽然齐声发出一阵嘶吼 同时朝张萍发射出具有强烈腐蚀性的石水 眼看自己是躲不掉的 他连忙蹲下身来护住头部 打算先用衣服撑过第一轮攻击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一到尖时的冰墙猛然拔地而起 将张萍身后的酸液给全部挡了下来 看到这面冰墙的出现 张萍立马就激动的起身开口道 果然是你思思姐 而刘思善也没有废话 抬手就开始催动体内的水元素 他没想到子弹兔居然也暴动了 眨眼间 被刘思善释放的水元素就形成了巨浪 哗啦啦的朝着子弹兔群奔涌而去 巨浪在刘思善的操控下很快就轰然落地 巨大的冲击力瞬间就将兔群给冲散 刚刚还凶悍无比的子弹兔群 这一下彻底的荒浪 被吞没在巨浪中完全丧失了行动能力 紧接着刘思善就猛地打了个响指 身上的元素之力再次被催动 原本奔涌的水元素在这一瞬间就开始迅速结冰蔓延 被巨浪吞没的子弹兔立即就被冰冻住 见此情景 张萍顿时就暗暗骇然了起来 好厉害 刚才我光是对付一只就用尽全力了 见场面控制住后 刘思善这才开口道 我才离开多久 怎么突然冒出来这么多 而张萍则两手一探无奈道 我也不知道啊 就在这时 不远处再次传出叽叽喳喳的声响 刘思善的脸色瞬间就变得不耐烦了起来 没完没了 来多少只都一样 话音刚落 刘思善的意念猛然一动 一顶由寒冰凝视而成的长剑瞬间凭空浮现 虽然兔群的数量巨大 但他也并没有一丝慌乱 出现了出现了 神秘的玉兽家族朱家终于露出水面了 就在刚刚 刘思善在解决掉数十只子弹兔后 却发现兔子居然再次起来 可让刘思善意外的是 这些兔子却没有朝他发起攻击 而是不断冲撞的冻结子弹兔首领的尖兵 似乎是想要将他解救出来一样 见此情景 刘思善不禁暗暗思索道 是因为那只首领吗 可是他应该已经死了才对 完全不顾周围发生什么事 就好像被什么东西吸引一样 不过刘思善也没再多想 直接抄起武器就开始发动能力释放元素之力 眼下正是收拾这群兔子的最好时机 不断冲撞尖兵的兔群 一下子就沦为了靶 兵剑所过之处都带起一条血线 脆弱的子弹兔根本扛不住刘思善的意见 仅仅只是片刻功夫 B级的兔群就被刘思善给轻松收割掉 随后刘思善望着那只被冰冻的子弹兔首领暗暗嘀咕倒 如果我猜的没错 答案就在这只子弹兔的体内 当即刘思善就快步走到子弹兔首领跟前 伸手按在尖兵上解除掉元素控制 顿时那层尖兵就开始分崩离析 从外部开始崩塌消散 随后刘思善就弯身在那堆碎兵中开始仔细翻找 似乎引起暴动的原因就在其中 好一会之后 刘思善忽然捡起一枚蓝色的珠子开口道 找到了 真的是幼魂丸 张平文言不由好奇地询问道 幼魂丸 那是什么 闻起来还挺香的 而刘思善则面露严肃道 这是某个组织制造的 用来控制异化兽的道具 200年前 明珠城还不叫明珠城 那时候他的名字叫珠城 统治这座城市的是一个家族 玉兽朱家 说到这 刘思善的脸色瞬间就凝重了几分 朱家果然还是出现了 据说幼魂丸会散发出一种 只有中低级异化兽才能闻到的独特香气 香气会引诱异化兽吃下 可你宝石的控制不同 吃下幼魂丸的异化兽会丧失理智 最终被强制驯化 但珠家如何控制这些驯化的异化兽 我们还不得而知 紧接着刘思善就猛地将幼魂丸捏成粉碎 这玩意不会被消化 放任 不管肯定还会有异化兽被控制 找到了兔群暴动的缘由 刘思善立即开口道 总之这次异化兽的暴动 应该跟幼魂丸有关 我会跟总部汇报 至于是不是珠家所谓 在调查清楚之前 你就老老实实跟我在城外修炼吧 闻言 张平立马就绷直身板行李道 是 刘思善见状不由打去道 很有精神吗 就在二人不远处的一棵树后 一名黑衣神秘人 正悄然地躲藏着听着二人的对话 刚刚还在夸赞张平的刘思善 忽然猛地转身手上一挥 一道水元素凝聚而成的水剑瞬间击射而出 刘思善的攻击很突然 速度也很快 水剑在击中那棵树的瞬间 立即就被拦腰斩断 而不明所以的张平健壮立即就有些猛低了 思思姐 怎么了 可刘思善却没有说话 而是直勾勾地盯着那棵树暗暗嘀咕道 是我的错觉吗 好办想之后 刘思善才收回元素之力默然道 没事 男人在野外经过不断的战斗 终于展现出惊人的战斗能力 前不久 在幻光天幕布下的一周后 天长湖王子洛世宇忽然就将生活在匠人街周边的天长湖 全部召集了起来 可还没等他开口说话 灵珠城外却忽然传出阵阵轰隆的巨响 并且还伴随着异化兽的嘶吼 洛世宇文声立马就暗暗嘀咕道 异化兽的暴动越来越频繁了 是黄泽民的手笔吗 罢了 不能完全指望那个人 我也要开始行动了 紧接着洛世宇就散发出凛然的气势开口道 想必诸位都已经知道 近期人类找到了破除精神操控的方法 被我族伤亡惨重 过去的一周里 我发现被杀的同族主要分布在匠人街 你们生活在匠人街附近 很有可能会被当作下一个目标 我要你们一起弄出点动静 让敌人以为你们发现了端倪 想要逃跑 从而引他们提前出动 说到这 洛世宇忽然爆发出恐怖的杀气宁笑道 我倒要看看 对方到底是什么人 与此同时 灵珠城外的某处小树林当中 一群子弹兔正在吃着盐酸草 而张萍却忽然从不远处跃出 手上的美人类已然覆盖上了熊熊烈焰 目标赫然瞄准其中一只正在专心吃草的子弹兔 他利用夜行者的效果 加上食火者的火元素加持 很顺利地将子弹兔给一击秒杀 虽然附近的子弹兔因此陷入了暴怒状态 但张萍却丝毫不慌 只因在这段时间里 张萍足足刷了一周的兔子 在升到了六级的同时 他也已经完全掌握子弹兔的攻击模式已经弱点 子弹兔群每次在发现敌人后 都会先使用天赋能力使水子弹来进行眼圈攻击 进入暴怒状态 他们就会将酸液覆盖全身 然后近身肉搏 虽然他们身上的酸液能被引燃 但缺陷是燃烧的时间很短 没办法致命 但如果在引燃子弹兔后 再把赤炼蛇鳞作为燃料 那么火焰就能一直燃烧下去 并且还会产生温度极高的范围性爆炸效果 起到群伤的作用 张萍的作战计划很顺利 赤炼蛇鳞被火焰燃烧后 所产生的爆炸瞬间席卷全场 而浑身覆盖酸液的子弹兔群 瞬间就被爆炸引燃 痛苦的嘶吼顿时贯彻全场 极为难缠的子弹兔群 瞬间就被张萍给群体灭杀 而这一招 张萍也起了个很中二的名字 石火者三位真火 望着身后不断燃烧的兔群 张萍的嘴角不自觉的就浮起一抹笑意 这段时间就收集了这么点蛇鳞 这下全部用完了 这次一口气刷了这么多只子弹兔 应该能升级了吧 这群子弹兔果然没有让张萍失望 他的等级提升到了7级 全属性提升1 由于越级击杀多名敌人 全属性额外提升1 目前个人属性 体力24 力量25 敏捷29 七月宝石等级加1 效果提升至5级 LV5效果待处罚 男人意外获得的奇特珠子 竟连终极鉴定数都失败了上百次 就在刚刚 张萍在剿灭兔群升级到7级之后 意外发现七月宝石的等级也提升到了5级 望着被召唤出的蓝色宝石 张萍立即就兴奋了起来 先前我以为七月宝石等级是和我自身等级同步的 可我连升2级到6级后 宝石依旧还是4级 原来只是因为七月宝石更难升级吗 不知道这次吃了会觉醒什么能力呢 希望会是战斗类的 随后张萍就很熟练地将那枚七月宝石给丢进嘴里 而那群子弹兔尸体中的一只 身上却忽然冒出一阵漆黑的能量 紧接着那只本该失去生机的子弹兔 却忽然猛地睁开了双眼 而张萍在吞服完七月宝石后 也很敏锐地察觉到身后的一种 他在看到那只子弹兔被诡异的能量包裹后 也不由一愣 紧接着那只浑身缭绕着黑影的子弹兔就猛然起身 张萍的瞳孔瞬间就一缩 这家伙居然还没死 不过张萍却丝毫不慌 很迅速地再次给匕首加持火焰缠绕 同时冷笑道 来几次都一样 我已经和以前不同了 紧接着张萍就抄起匕首率先冲出 可子弹兔却一改以往的作风 直接朝着张萍扑了过去 见子弹兔张牙舞爪地想要撕咬自己 张萍立马就开始旋转匕首宁笑道 直接正面冲过来送死吗 下一秒 张萍就对着子弹兔使出了直刺 可让他意外的是 子弹兔居然以极为诡异地扭转 躲开了这一击 而子弹兔趁机猛的张嘴 就是一发漆黑的能量射线 张萍在躲开后不禁暗暗嘀咕道 什么玩意 难道是因为我干掉太多兔子而产生了冤魂吗 想归想 但张萍手上的匕首可不含糊 不论是冤魂还是鬼怪 他都不会放过 只见张萍在飞速更替了位置后 手中的美人类就以迅雷不及掩而知 飞速破开了子弹兔的躯体 等级已经提升到7级的张萍 站立边之前已经不是一个档次了 挨了这一击的子弹兔 这下是彻底不再动它了 他身上缭绕的那层诡异能量 也开始迅速消失 张萍望着子弹兔的尸体不禁陷入到了沉思当中 子弹兔什么时候会这样的技能了 还是第一次见到啊 难道他也被诱魂丸操控了吗 一想到这 张萍果断就开始挥舞匕首 对子弹兔进行解剖 在一番寻找后 张萍就从子弹兔体内取出了一个奇怪的珠子 还真的有东西啊 不过好像不是诱魂丸 为了弄清楚这是什么玩意 张萍立即就对其使用了鉴定术 可鉴定出来的却是一连串的失败 在经过上百次的失败后 张萍终于鉴定成功了 顿时他就不禁暗暗期待了起来 好久没遇见这么难鉴定的东西了 该不会是个宝贝吧 紧接着一个提示框就出现在他边前 灵物精华 品质未知 灵物黑山羊储存在高丸里的力量精华 服下后会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 男人为了变强 竟将刚获得的高丸宝珠给生吞掉 就在刚刚 在经过一连串的鉴定失败之后 张萍妈了 这奇怪的珠子绝对是他见过最难鉴定的东西 但他也因此产生一丝期待 难道这是什么宝物 终于 在无数次失败之后 张萍硬是将这颗怪异的珠子鉴定成功 灵物精华 灵物黑山羊储存在高丸里的力量精华 服下后会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 在显示属性展开的同时 张萍眼前浮现有关这颗精华的画面 只见一头巨大的黑山羊浑身散发着黑色的雾气 而他对面则站着数十头异化兽 回首的是一只巨大的异化野猪 在异化野猪的咆哮下 那群异化兽就朝明雾黑山羊发起了冲锋 而明雾黑山羊却毫不畏惧 浑身包裹着明雾也同样开始冲锋 双方的速度都很快 异化野猪很果断地使出猪突猛进率先发起攻击 而明雾黑山羊也开始催动明雾使出技能阳铃声息 在异化野猪撞上明雾黑山羊的瞬间 他的身体竟然化为黑雾迅速散开 接着那团黑雾就直接穿过了异化野猪的身体 然后在他上方悄然凝聚 飞速凝食的明雾黑山羊趁着这个时机 果断发起冲锋 那对尖锐的羊角直接轰击在异化野猪的腹部之上 但异化野猪的生命力极其顽强 在遭到攻击的同时张嘴往上一咬 黑山羊立即发出惨痛的叫声 接着黑山羊身上的黑雾竟然直接散开 并全都涌向异化野猪的鼻子里 明雾在全部涌进异化野猪的体内后 立即就开始暴体而出 而黑山羊也因为失去明雾导致失去生命 双方到此同归于尽 画面结束后 张萍看着手中的珠子顿时就有些犯难了 我有预感 这宝珠应该和风之宝珠差不多 是个珍惜道具 但怎么样才能触发宝石效果呢 直接触碰没有效果 可上次觉醒不一样 难道真的要把这玩意吞下去吗 但一想到这珠子是明雾黑山羊储存在高碗里的力量精华 张萍的脸色瞬间就难看了起来 问题是 这东西是有点隔应人了 张萍看着手中的宝珠 过去一幕幕忽然开始在脑海里浮现 学校里被岳王子查房时 生死不由自主 黑色密室里 面对天长呼吸机 最后绝望的感觉 还有面对击杀苏敬聊的凶手时那种无力感 张萍回过神来 看着孤高宝珠 心里不由自嘲道 若如蝼蚁的我 有什么资格挑三拣四吗 接着他就猛的仰头 闭着眼睛果断将孤高宝珠吞入嘴中 好一会才艰难的咽下 下一秒 张萍就感觉腹部传来一阵猛烈剧痛 眼睛也在这一瞬间变得通红无比 接着他就感觉似乎有什么东西 从胃部快速窜向大脑 哭如其来的痛感 立马让他止不住的发出一阵痛苦的哀嚎 同时他的汗线开始有丝丝黑色的雾气缓缓溢出 觉醒了觉醒了 张萍再次觉醒出超强的新天赋明雾之体 就在刚刚 张萍下定决心服下了明雾黑山羊的精华 但让他意外的是 在吞服之后身体就忽然传出剧烈的痛感 面对痛苦 张萍咬牙不发出声音 捂着头部瘫倒在地 整个人全缩成一团 隐隐约约间 张萍眼中似乎出现了幻觉 再次看到了苏靖尧 但画面一转 苏靖尧就落入到了天长湖的手中 而那只天长湖正是当初张萍在寻防队遇到的那只 是杀死苏靖尧的凶手 就在张萍绝望之时 他却忽然听到苏靖尧的声音 张萍 答应我 不管遇到什么挫折 你都一定要活下去 而此时张萍身上的疼痛感逐渐消退 他忽然猛地咬牙切齿道 苏靖尧你放心 在杀光那些狐狸之前 我绝对不会死的 随后张萍就对自己使用了鉴定术 张萍 初级觉醒者 等级7 成长之6星 体力26 力量25 敏捷29 七月宝石LV5额外效果已出发 名物肢体初级 可通过吸收生物的恐惧转化为可操纵的名物 目前名物储量20 没消耗一点名物储量 可生成具有当前等级10%攻击力和10%防御的实体名物 最多为1000% 张萍看完名物肢体的天赋介绍后 立即就陷入了沉思 这次的天赋是战斗类型的 攻守兼备 威力好像是和消耗的名物数量相关 随后张萍就敏锐地发现自己的成长值居然飙到了6星 他顿时就愕然了 成长值居然一口气长了三颗星 名物肢体这么强的吗 感受着体内所释放出的名物 张萍闭闭着眼睛 无声地笑着 但笑着笑着眼泪就流下来 他虽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露出这种表情 但他有太多的事想做了 那一只只让他恨得牙痒痒的天长湖 他早就想出手全都攒了 尤其是亲眼看到苏静尧的人皮 那感觉每每回忆都如火灼心 张萍有点分不清自己是不甘 还是喜悦意或是难过 但显然的是 很快他就有实力为苏静尧报仇了 就在张萍愣神之时 一些路过的居民忽然来到他身后开口道 小兄弟你没事吧 他的同伴却劝阻道 我们还是走吧 别多管闲事了 趁附近还没异化兽 赶紧进城吧 闻声 张萍的思绪立马就被打断了 正常是使用明雾肢体的 他立即就缓缓从地上站起 接着张萍身上就开始不断冒出明雾 缭绕在他身边 显得诡异至极 就在张萍想要解释自己没事的时候 那群路人瞬间就被他那副诡异的模样给吓跑了 而他的明雾储量也一下子就涨到了35点 当即张萍就将周身的明雾凝聚在掌心细细感受明雾的作用 难道说我能吸收别人的恐惧转化为明雾吗 这明雾给我的感觉并不是真正的雾气 甚至连能量都不算 相比于黑山羊所操控的庞大明雾 我现在只能凝聚掌心那么大块的明雾 不过明雾的形态 我倒是可以根据我的心意做出变化 就是不知道威力如何 接着张萍就将明雾凝聚成匕首模样 准备尝试一下明雾的攻击力 张萍这次只使用最基础的一点明雾值来进行攻击 他打算先试试最低伤害 可让他意外的是 眼前的巨树居然轻易被明雾给砍断 他顿时就又惊又喜 只用了一点明雾储量就这么强吗 接着张萍就开始不断操纵雾对那颗巨树进行攻击 他体内的明雾储量瞬间就开始不断减少 仅仅只是眨眼间 那颗庞然的巨树就被明雾给切成无数块 从空中轰然洒落 接着张萍就心念一动 消耗十点明雾凝聚成了一面盾牌 将洒落的木块全部革挡下来 张萍在研究完明雾的作用后 立即就止不住的露出一抹效应 可以切割 还可以抵挡攻击 这明雾的作用还真不少 另用得当的话 明雾肢体将是我对付高阶一化兽的底牌 接下来先接续在扫除队的帮助下 猥琐发育变强吧 这个男人虽然觉醒了强大的新天赋 可却得到了一个让人担忧的情报 就在刚刚 在张萍激情测试完明雾肢体的具体使用效果的时候 刘思善忽然一脸急匆匆地赶了回来 还没等张萍开口 刘思善就迅速冲到他的身旁 然后开始释放体内的水元素 可在一顿左孤右盼之后 刘思善这才开口道 你遇到明雾一化兽了吗 他在哪 这似曾相识的场景 瞬间就让张萍想起了强景 接着张萍就将自己把明雾精华吃掉的事情如实告知 顿时刘思善就露出了一抹骇然的神色 你说什么 你把明雾精华给吃了 张萍 你是不是嫌命长 来历不明的东西都敢乱吃 你知不知道你差点就死了 张萍感觉事情应该不至于这么严重 毕竟自己都用鉴定术看过了 但他还是挠了挠头解释道 没关系的 如果真的有问题 我可以命令自己吐出来 而刘思善在连续好几次深呼吸 让自己冷静下来后这才开口道 你凭什么认为可以吐得出来 接着他就猛地凝聚出一枚元素水晶转身严肃道 你有没有想过 明雾精华有可能是寄生虫 张萍立即意识到刘思善想要表达的意思 顿时他就有点慌了 思思姐 你是说 我吃的那东西其实存在某种危险吗 见张萍终于明白事情的严重性 刘思善这才沉生道 明雾异化兽是一种来历不明的生物 它们没有具体的形态 一般会寄宿在某些生物体内 你所说的那只黑山羊和子弹土 估计都是明雾异化兽的傀儡 宿主死亡之后 他们就会钻入宿主某个器官中 等待下一位宿主 也就是说 你差点就被寄生了 说到这 刘思善忽然顿了顿再次开口道 重点是明雾异化兽 能操纵他感染的对象 张萍文言瞬间就差点吓尿了 那不就是明雾契约了我吗 但张萍很快就冷静下来 暗暗回忆刚刚觉醒的过程 我刚才吃下明雾精华时的激烈疼痛感 是因为明雾在抢夺我身体的控制权吗 一想到这 张萍立即就将自己的猜测说了出来 既然我没事的话 是不是就意味着明雾寄生失败了 而刘思善却摇了摇头沉声道 不知道 你很特别 或许你体内也寄宿着一个怪兽 消灭了明雾异化兽 又或许是因为你能做到对自己绝对控制 所以即使被寄生了也不受影响 说到这 刘思善忽然露出一副残忍的表情明笑道 总之 要是你发生了什么一遍 我就只能亲手把你给长了 见刘思善那副杀气腾腾的模样 张萍立马就被吓得连连后退 不断摆手表示自己错了 可就在这时 一只飞不溜秋的小蜘蛛忽然从一旁的树上掉了下来 而前一秒还气势汹汹的刘思善 在看到蜘蛛的瞬间立马就变了脸 紧接着刘思善就一脸慌张的召唤出兵剑 同时发出一阵惊恐的叫声 蜘蛛 有蜘蛛 这个看起来高冷无比的女人 净却比任何人都要关心张萍 就在刚刚 站立强悍到令人发指的刘思善 竟然在看到蜘蛛的时候开始惊慌了起来 为了驱赶走眼前那只小蜘蛛 她完全无视一旁的张萍 开始疯狂挥出恐怖的水刀 没等张萍反应过来 刘思善就猛地飞扑到她的怀中 好大的蜘蛛 快快把她弄走 见此情景 张萍脑海中不经浮起一幅幅画面 同时露出一抹怀念的笑容 还是那么怕昆虫吗 就像小时候那样 二人自幼就结识于孤儿院 并且孤儿院的小树林 就是二人经常去玩耍的地方 每当张萍将新抓获的昆虫 拿给刘思善看时 她都会害怕到连连摆手 望着被刘思善拍飞的昆虫 张萍立即就陷入了失落当中 我新抓的朋友 就这样被你吓跑了 可刘思善则安慰到 傻小子 孤儿院那么多伙伴 都可以成为你的朋友 你为什么要抓虫子当朋友啊 但张萍却摇了摇头一脸的不开心 他们总有一天会离开孤儿院的 那时我该怎么办 刘思善却忽然一把将她抱住安慰到 思思姐答应你 不管以后发生什么 我都是你的朋友 也就是从那天开始 二人就成为了真正的好朋友 直至刘思善离开孤儿院为止 张萍想着想着 就不自觉地跟年幼时一样 将刘思善拥入怀中 猛然惊醒的刘思善 立即就有些不知所措地 将张萍推开慌乱道 干嘛抱我这么紧啊 借着刘思善就连忙倾咳两声 果断转身再次告诫道 张萍 在野外任何来历不明的物品 都包含着未知的风险 世上就没有免费的午餐 虽然这次你可能侥幸逃过一劫 但今后面对类似的物品 一定不能放松警惕 说到这 刘思善忽然猛地转身 朝张萍嫣然一笑道 这一点 你可要好好地给我记住了 绝不能再犯 见刘思善还是一如既往地关心自己 张萍顿时就不自觉地露出一抹笑意 一直以为思思姐加入 扫除对后性格变得高冷 跟我关系疏远了 现在看来其实他一点都没变 依旧像以前一样对我关心照顾 只是不愿意表达出来而已 就在张萍愣神之际 刘思善腰间的通讯器 忽然响起滴滴滴的声音 闻声 张萍立马就朝着刘思善望去 而刘思善在跟那头通讯完之后 忽然露出一抹骇然的神色 在挂断了通讯后 刘思善忽然猛地转身道 我的调查任务和你的特训 要暂告一段落了 我们要动身返回明珠城了 金波组长受到天长湖攻击导致重伤 我必须马上回城支援 见事态如此严重 张萍连马跟上脚步询问道 虽然连他也受伤 为啥我们不求助城外调查队 或其他城支援啊 可刘思善却摇了摇头道 那样会打草惊蛇 而且城外的世界比较复杂 我路上和你解释吧 这个男人才刚从野外回城 没想到却意外遭遇神秘强者拦路 就在刚刚 刘思善接到金波被天长湖重伤的消息 便连忙带着张萍赶回明珠城 刘思善在回去的路上 跟张萍讲了一些城外世界的情况 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 异化兽横行 幸存的人类不得不建立围墙保护自己 由于交通闭塞 城内只能靠调查队和民间觉醒者去开拓地图 目前根据调查队的情报 明珠城附近异化兽较少的区域有村落和野人 而更远处是一片海 由于海上存在顶级异化兽 所以暂时未继续探查 不知道是否有其他城市存在 至于海的另一边是什么 所有人都不得而知 再回到明珠城后 刘思善便询问现在城内的情况 负责接待的队员则连忙会报道 这些天我们依靠幻光天幕 全面监控着整个明珠城的情况 会发现天长湖有任何异常 直到昨晚 战人街的中低级天长湖倾巢而出 我们前往迎战 没想到这是个陷阱 敌方首领也在 金波组长为了掩护我们撤退身受重伤 现在队长的意思是 需要你暂代金组长的职责 带队守卫明珠城的安全 张平文言便边吃着能量棒边询问道 需要我帮忙吗 可刘思善却直接摆手告别道 不用 你先回铁之魂 我有时间再去找你 张平文言也只能暗暗祈祷金波大哥和思思姐 能平安 目送刘思善离开后 张平便伸了身懒腰 总之终于可以放松一下了 野外这几天可真是累得够呛 随后张平便朝铁之魂的方向边走边 一顾道 不知道王杰敏的兽王权现在练的咋样了 就在这时 一阵微风忽然吹过 带起了一阵落叶 但诡异的是 叶子却停在了半空中 望着停滞在自己眼前的落叶 张平原本慵懒的神色瞬间就一变 接着张平就连忙恢复冷静 转身朝着附近的人群望去 让他震惊的是 就连附近的人类也都陷入到了停滞状态 完全不动了 就在这时 一道人影忽然从转角走出 来到他的跟前 张平见状脸色瞬间一宁 你是什么人 接着张平就连忙发动鉴定术 在失败了数十次后 终于鉴定成功 可除了种族信息外 别的信息全都被对方的隐藏身份天赋给遮蔽了 而中年难见张平那一脸骇然的模样 忽然就露出一抹笑意 看不到吧 还想探查我的能力 不过还是需要表扬你一下 哪怕是鉴定术高级觉醒者 一天也只能使用不到十次鉴定术 而你却能无限使用 张平见自己的小动作被识破 顿时就暗暗嘀咕了起来 我是命令身体强行鉴定 自然能无限使用 等等 他是怎么知道的 当即他就脸色难看地试探道 老人家 您找我有事吗 可老者却忽然爆发天赋但笑道 小兄弟 陪我玩玩吧 张平见状顿时就心头一凸 这老头虽然一脸平和 但散发出的气息却让人不寒而立 来者不善啊 出现了出现了 无限级的先驱觉醒者终于出现了 就在刚刚 张平意外遇到的神秘强者 竟要求跟他比划比划 他瞬间就被震住了 白发老者见张平被自己的气势震慑住 完全不敢动手 他顿时就喝笑道 怎么 还不出手吗 张平则摆开架势一脸警惕地回应道 我没有对你动手的理由 可老者却一脸默然地开口道 变强需要理由吗 还是说 为苏静瑶复仇只是嘴上说说而已 此话一出 张平再也忍不住了 他脚下猛的一塔 抄起匕首就开始冲刺 而老者却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根本没有躲闪的意思 眨眼间 一道破空之声猛然响起 架势火焰缠绕的匕首 带起一道灼热的火光迅猛地 袭到了老者的跟前 同时传出张平愤怒的嘶吼 你再说一遍 可下一秒 张平眼前忽然就传出咔嚓一声 老者瞬间就消失在了原地 只留下支离破碎的裂痕 张平见状瞬间心头一凸 是时空裂缝吗 不过他很快就意识到这是空间技能 并且老者已经闪现到他的身后 他连忙转身催动时 或者天赋再次输拳 紧接着就响起啪的一声 张平这一拳可谓是拼尽了全力 但老者却一脸自若地将其阶下同时点评道 你的速度还有待提高 随后老者便将张平的手松开 完全没有要攻击他的意思 而张平却忽然开口道 我的速度很慢吗 此时张平悄然藏在后背的手 已经燃起了烈焰 石火者天赋再次悄然发动 接着张平就迅速挥出已然加持火焰缠绕的手掌 狠狠地拍在老者的头上 可让他意外的是 老者身上却忽然出现一层透明的保护层 将这一击给完全格挡在外 紧接着老者的身体就开始迅速气化 一阵微风骤然吹起 将他的躯体迅速吹散 张平立马就感觉到不对劲了 老者那缓缓消散的身影之后 忽然出现一道漆黑的身影 同时传出老者的声音 你进攻了那么久 轮到我了 紧接着就传出一道破空之声 老者猛然发射出一道凌厉的水箭 直接透过消散的分身席向张平 不过张平的反应也不慢 在躲开了水箭后 他顿时心头一震 刚刚那是分身 这次又是水元素 该死 他到底还有多少技能 老者完全没有给张平喘息的机会 密集的水箭不断射出 眼下张平只能依靠灵魂的走位不断躲闪 身具多种能力的他 也不得不承认眼前这人简直就是个怪物 张平身之一味的躲闪是没办法赢的 他在抓住机会转身的刹那 果断催动体内不多的明雾储能 无计可施的张平只好使用明雾形成盾牌来格挡 但在水箭的不断轰击下 他的明雾储能也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下降 而老者面对张平的反攻 却依旧站在原地不动 水箭跟不要钱一样疯狂射出 明雾的防御力很强 密集的水箭根本无法突破明雾盾牌的防御 接着张平就抓住了水箭攻击的间隙 猛然收回身前的明雾盾牌 随后张平就大手一挥 将体内仅剩的13点明雾储能全部耗尽 朝老者发起了攻击 但这一发技能只是他的阳攻 在老者躲闪的同时 张平立即趁机使用夜行者天赋 悄然冲到了他的身侧 就在张平以为就要成功之时 老者却忽然出声道 有点小聪明 可惜实力还是不够 话音刚落 张平眼前就忽然迸发出一道刺眼无比的强光 这三遍布瞬间就让他瞳孔一锁 只见老者身上所爆发出的强光耀眼无比 直冲天际 本来已经冲到他身旁的张平 瞬间就被这道能量给击飞 此时老者身上的光芒比太阳还要耀眼 而张平直接就被这发攻击给击飞出了十多米的距离 直接瘫倒在地上 但张平没有打算就此放弃 在他想要起身反抗之时 却发现自己被压得动弹不得 顿时他就暗暗哀嚎了起来 居然还有念力 太作弊了吧 可接着张平就忽然发现身上的压力骤解 身体恢复了行动能力 而老者则忽然转身道 以这等级有这般实力也算难得了 我们聊聊吧 张平文言连忙从地上站起 见老者还会隐身之后 他立即就开始暗暗猜测起来 花那么大心思对我进行试探 实力又远在金波和思思之上 这样的强者 在城内恐怕也只有扫除队的首领了 随后老者就来到了一家茶馆坐了下来 张平则连忙恭敬地询问道 不知我该如何称呼您 老者文言却摆了白手轻笑道 耍滑头 名字本来就是让别人叫的 叫什么都可以 你当真不知道老夫叫什么吗 此话一出 张平立马就在心中暗暗嘀咕道 看来扫除队把我所有的信息都摸透了 不过司徒失败以这种形式和我见面 是有什么目的吗 当即他就是看信的开口道 司徒老先生 您这次来试 还没等张平把话说完 司徒失败就出声打断道 张平在没有屏蔽他人独心能力前 最好别想太多 从我之后 那么多年过去了 明珠城已经两百年没有出现过无限级能力者了 你说我能不来看看吗 文言 张平的脸色瞬间一变 他连忙询问道 您的意思是 我是无限级吗 无限级是什么 人类等级和天赋的最高级不是顶级吗 司徒失败见张平不理解无限级的意思 便缓缓解释道 人类就算一能再强 觉醒者穷其一生也只能获得一个 但无限级不一样 他能解除天赋数量的上限 还可以不断觉醒出新天赋 说到这 司徒失败的眼神忽然严肃起来 露出了一抹淡笑 有件事我非常好奇 不知道我的无限级天赋奇人之道 能否复制你的无限级天赋契约宝石 这个男人只是对眼前的手镯使出了鉴定术 却看到了让他无比震撼的一幕 就在刚刚 扫除对首领忽然找到了张平 并表示想要复制他的契约宝石天赋 为了让张平配合试验 司徒失败便再次开口道 我不会白白试验 无论结果如何 我都会给你一件谢礼 还有就是回答你所有的疑问 但张平还是冷静的 那我可以拒绝吗 司徒失败忽然伸出手 一个装着金色手镯的盒子忽然凭空出现 你当然可以拒绝 不过不妨先看看我的谢礼 这枚手镯名为黄金宝库 是我早年常用的装备 他封存着一个技能 储存 你应该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吧 张平看着桌上的手镯 说不心动那绝对是假的 储物空间正好是他的刚需 顿时他就有些兴奋到 司徒老先生 您真是太慷慨了 见张平答应 司徒失败便再次抬手 然后发动自己的天赋 同时开口道 把你的手伸出来 接着司徒失败就伸手与张平队长 一团诡异的能量猛然窜起 迅速包裹住张平的手 在开启了复制能力的天赋后 司徒失败瞬间就陷入到了沉默当中 整个过程持续时间也就几秒的时间 结束后司徒失败就忽然发出一声叹息 随后张平就收回手 有些莫名其妙的询问道 这就结束了吗 司徒失败则淡然的点了点头 结束了 你的能力我无法复制 就连那些衍生的能力都无法复制 看来你的能力非常特殊 司徒失败虽然失望 但却并不意外 既然试验完成了 那她从现在开始就是你的了 张平在接过黄金手镯后 立即就对其使出了鉴定术 在鉴定成功的同时 张平眼前就浮现出一幅幅恐怖的画面 只见画面中一个女人被捆绑起来 浑身伤痕累累血迹斑斑 接着黄金溶液就浇注在她的身上 几个觉醒者站在她四周同时发动能力 渐渐这个女人身体燃烧起火焰 连带着黄金都被焚烧成烟 然后就只剩下这么一个手镯 在看完手镯的制造画面之后 张平的脸色立即就变得不太好看 这难道是手镯的制造过程 这些特殊装备都是用人命换来的吗 如此行径也太残忍了 张平在平复心情后 这才看向司徒石白询问道 司徒老先生 所有特殊装备的制作过程 是不是都这么残忍 而司徒石白在端起茶杯闭目品茶后 这才解答道 两百年来都是如此 即使如今以命令禁止 却仍有不法之徒暗中以人忌弃 我本想摧毁此物 但如果你能妥善使用 去承恶扬善 那这件道具的亡灵也能安息 张平突然意识到 自己所知道有关两百年前的内容 好像很少 他便有些好奇道 两百年前明珠城是什么样子 到处都是这般草菅人命吗 文言 司徒石白不由看向张平手上的手镯 然后点了点头表示默认 接着司徒石白就表情严肃地开口道 两百年前 明珠城还不叫明珠城 那时候他的名字叫珠城 而统治这座城市的是一个家族 玉兽诛家 明珠城所有人都是他们珠家的奴隶 这个男子在经过司徒石白的解惑之后 终于了解到明珠城危机的幕后黑手 就在刚刚 司徒石白道出了两百年前 玉兽诛家制作特殊道具的恶行 说着说着 司徒石白不禁陷入了回忆当中 玉兽诛家统治下的珠城 所有人都是他们珠家的奴隶 所有人都看不到未来 看不到希望 男子日夜操劳却只能得到一丁点食物 女子稍有滋涩就会被选为珠家奴婢 成为顽固子弟的玩物 孩童全都被集中管理 日日夜夜被灌输效忠于珠家的思想 而那些无法劳作的老人则被当作饲料 为给珠家所驯服的异化兽 那时候 一旦有谁成为觉醒者 不是被控制奴役 就是成为制作装备的材料 正因预售珠家的作恶多端 许许多多觉醒者都潜逃到城外 一些有志之士默默积攒力量 最终齐心协力推翻了珠家的统治 张平听完后 可以想象当时的局势 或许那时候觉醒者比现在还惨 而司徒石白则唏嘘地叹了口气道 还有别的问题吗 张平有很多问题想问 但在深思熟虑之后 还是决定先问最想不通的问题 司徒老先生 您那么厉害 为什么不出手解决月王子 再次解放这座城 司徒石白却忽然摇了摇头 发动天赋加密通话后 这才解释道 不是不出手 而是不能出手 你可能会误以为明珠城的防御很弱 连被天长胡入侵都一无所知 但这是错误的 其实明珠城的防御体系相当完美 不但外围有调查 对对新出现的异化兽进行调查驱逐 城门附近也有寻防 对定期清理有威胁的异化兽 除此之外 城内还有着王者神器日月明珠 在日月明珠的领域范围内 所有生物都会被强行降级到40级以内 也就是说 即使有王者及异化兽入侵 也会被降级为顶级 说到这 司徒石白忽然从椅子上站起一脸冷峻的 而我就是顶级中无庸置疑的最强 可接着司徒石白却忽然发出一道叹息声 可现在神器已经失去了控制 张平文言不禁脸色铁青的看向司徒石白询问道 白老 您的意思是城里有人做内奸吗 司徒石白则点了点头解释道 聪明 城主失踪后 明珠城内除了我之外 只有玉兽家族的余孽知道该如何控制神器 一听到这 张平立马握紧拳头 脑海里浮现过去看到的一幕幕 他的眼睛里仿佛有火焰喷出 是玉兽朱家关闭了日月明珠 然后把天长湖放了进来 最近异化兽聚集暴动也和他们有关 为什么当初不彻底杀光这些人渣 文言 司徒石白不禁苦笑一声叹息道 推翻朱家的统治后 我们一直尝试扫清朱家余孽 可杂草又如何除得尽 恐怕是因为他们在明珠城经营了数百年 底下的根深不可测 张平也知道当时情况三言两语根本无法说清 毕竟会有许多被洗脑的渔民暗地里效忠朱家 接着张平就强行冷静下来暗暗分析道 这一次天长湖入侵 又太多的疑点 玉兽朱家余和目的 城主现在是死是活 引发异化兽暴动又是为了什么 天长湖一族的王者拥有什么能力 张平知道目前这些问题无法得到答案 司徒石白出手必须甚之又甚 否则落入敌人的圈套里 司徒石白一旦战死 明珠城就真没救了 就像是前世的战争 何无只是威慑 不到关键时刻不可轻动 哪怕越王子不断挑衅啥人 谁都可以冲动 唯独司徒石白不可以 就在张平沉思之时 准备离去的司徒石白忽然停下脚步开口道 虽然你的能力我无法复制 但我们需要你 接着司徒石白就猛然转身来到张平跟前伸出手来 张平小兄弟 你愿意加入扫除对吗 经过司徒石白的解答 张平已经揭开了很多迷雾 为了给苏静瑶报仇血恨 为何那些丧生于狐嘴的人们 张平毫不犹豫地就握住了司徒石白的手 接着张平就无比冷静且认真地回应道 我愿意 现如今 唯有除掉城内的天长湖 才能让他解脱 这个男子本想用自己的新天赋装一下差 却没想到竟遭到了弱点暴击 前不久 在张平被司徒石白拦下的时候 铁支魂铁匠铺内 筹墙趁着最近有空便将那些破损的装备 维修整备 见强姐忙碌打铁 王洁敏忽然叹气道 这都好几天了 也不知道张平什么时候回来 闻声 强姐立即就停下了手上的动作打去道 怎么 想他了吗 难怪这几天看你心不在焉的 王洁敏当即就慌忙解释道 哪有 只是这几天没人指导我练拳 旋即王洁敏的脸上就浮起一抹忧色 也不知道他在城外怎么样了 会不会遇到什么危险 强姐健壮立即就凑到他身后打去道 你看看自己那小媳妇的样子 还说没有天天想他 随后强姐就脸色一正 拿着刚敲打完的匕首开口道 好了 不逗你了 接着强姐就一边给武器冷却一边安抚道 其实城外的村落和危险异化兽出没的区域 都已经被标记出来了 只要张平不闯入那些地方 基本上还是安全的 闻言 王洁敏立即就有些惊恶地询问道 明珠城之外还有村落吗 见王洁敏妹夫惊讶的表情 强姐立即就抹了抹额头的汗水解释道 当然有 那些村落往往封闭落后且排外 有很多甚至将异化兽当作神明膜拜 如果你日后在野外行走遇到村落 最好直接避开走 不然被他们抓住很有可能会成为奴隶或者忌体 王洁敏见强姐说得这么严重 她不禁有些狐一道 大家都是人类 应该能沟通吧 可强姐却忽然露出一抹凝笑恐吓道 他们根本就不能算是人 在野外最危险的并不是异化兽 而是这些野人 他们有些喜欢戴着诡异的面具 然后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你身后 直接将你给掳走 就在强姐说得入迷的时候 王洁敏则一脸惊恐地望着她身后 忽然冒出的漆黑人影惊慌道 强姐你说的 是不是像她那样 此话一出 强姐立即就转身朝着身后看去 在看到那道漆黑的面具人影后 她立马点头道 就差不多是这副德行 接着那道诡异的面具人影就迅速靠近强姐 而强姐这下瞬间就一惊 终于意识到不对劲了 胆小的王洁敏这下彻底坐不住 直接就从椅子上跳起 背下的哇哇叫 这团明雾内部 赫然是张萍在搞鬼 她正好尝试新能力来试试效果 而强姐在回过神来之后 立即就精准地飞出一脚 张萍猝不及防就结结实实地挨了这一脚 一阵剧痛瞬间从大腿跟涌上大脑 哪怕张萍最近升了几级 身体素质得到强化 在这一脚之下整个人也瞬间愣住了 接着张萍就连忙下达强壮无事发生的命令 一脸淡然道 强姐你这招太损了吧 出现了出现了 已故的亡魂苏靖遥 竟毫无征兆地再次出现了 就在刚刚 笼罩在明雾之下的张萍 在吃了一剂断子绝孙脚后 立即就强装镇静道 强姐你这招也太损了吧 而强姐在一脚踢中忽然冒出的张萍后 便将王杰敏护在身后大喝道 你是谁 张萍闻声连忙散去脸上的面具 浑身直哆嗦地夹紧双腿看抖道 是我呀强姐 本以为她是野人的强姐和王杰敏 在确认是张萍后 立即就不约而同美好气地白了他一眼 同时暗暗松了口气 接着强姐就直接逮着张萍的脑袋揉捏道 混小子 回来也不提前说一声 还装神弄鬼笑我们 张萍顿时就有些无奈的强装震静道 我这不是刚到家就听见你们聊野人村落 想给你们增加点气氛 没想到你转身对着我就是一脚 强姐却忽然走到门口拿起外套询问道 你这算是集训完了吗 张萍则点了点头道 是的 接下来我就在城内巩固自己的实力了 此话一出 强姐便急匆匆道 那正好 今天刚好找到关于珊珊的线索 接着强姐就穿上外套急切地转身告别道 既然你回来了 那我也准备出城一趟 刘叔就拜托你照顾了 可谁料强姐在临走前 却说出一番让王杰明脸红耳式的话 某人可是每天都魂不守舍地在等你 我就不打扰了 还没等张萍动明白这番话的意思 王杰明就陶冶式地朝门外准备跑路 可就在他准备走出门口之际 却忽然停了下来 接着王杰明就站在门口忽然开口道 张萍 闻声 张萍顿时就愣住了 然后有些猛逼道 怎么了 下一秒 王杰明就猛然转身 一脸安心地笑道 你能平安地回来 真的太好了 张萍没说话 只是摆了摆手跟王杰明告别 但他的内心不禁被王杰明所触动 来到这个世界这么久 还是第一次有回家的感觉 就在张萍走神之际 刘叔却忽然出现在他身后打断道 人都进房间了 你还在这傻笑什么 接着刘叔就说出一番让张萍疑惑的话 明天一早你就去找仇强 就说我得了重病 让他别出城了 见张萍一副傻萌的模样 刘叔立即就敲了敲他的脑袋解释道 不用这样看着我 我没傻也没病 都是装的 我心里清楚得很 杉杉失踪了那么久 多半是遭遇到什么不测了 我女儿的实力我最清楚 小强想调查杉杉的去向 但我担心他也会遭遇不测 所以只好装傻 让他没时间去冒险 听完之后 张萍现在终于明白刘叔为什么装病 但他还是忍不住问道 这样强解就不会去冒险了吗 刘叔在呼出一口浊气后 便苦涩的笑了笑 那丫头重情义 心里一旦有了牵挂 就会考虑更多 不会轻易涉险 你在锻造这一块很有天赋 不过小强不太会教人 而且对于锻造也不是特别上心 所以有不少疏漏之处 接下来几天 我会教你真正的活面锻造术 说到这 刘叔的脸色忽然猛的一阵严肃道 我这门手艺虽不算什么绝密 但也是刘氏独有的记忆 你可得给我用心血 文言 张萍立即就捏了捏拳头一脸坚定道 是 我一定不辜负刘叔的期望 随后张萍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中 劳累了一天的他 一下子就陷入到了沉睡当中 在迷迷糊糊当中 他跟上次差点被天长狐王子干掉的那一次一样 耳边隐约间响起了苏静尧的声音 只见他的眼前忽然飘过一团朦胧的迷雾 逐渐化作苏静尧的模样 同时传出阵阵低声的呼喊 张萍 张萍 是我 是我 加油 我等你 就在张萍被惊醒之际 铁织魂铁匠铺外 一块散发微光的羽毛 忽然从半空中缓缓落到了地面 这个采花贼精心策划迷晕了苏家大小姐 可却没想到竟被忽然出现的名物给当场吓尿 前不久 刘叔为了不让强解出城 决定将真正的活面锻造术传授给张萍 就在那天的晚上 真正的活面锻造术 张萍将锻造术用在了名物上 名物得以化为更精准的形态 某种意义上来说也算是变强了 王坚敏则是成功掌握了前三世中的元王室 而那一晚 张萍很确信自己听到了苏静尧的声音 这感觉似曾相识 于是当晚他便向扫除队求证 队长 铁匠铺附近是否有天长湖伪装 我刚才听得很清晰 可得到的回复却让张萍很意外 张萍 我们早已进空你们活动的区域 不可能有天长湖 如果不是风雨者听到的 那会是什么呢 张萍是想过另一种可能 苏静尧是不是并没有死 而是以别的方式活着 为了报仇 也为了找寻答案 他决定要亲手撕下苏静尧天长湖的面具 三天后 月夜之下 夜深人静 曾小凡身穿夜行衣 脸上戴着桃花面具 正在苏家门口鬼鬼祟祟的走着 一来到苏家的宅院的门口 他便熟练的拿出铁棍 将大门给撬开 很快他就将大门给撬开 而里面正熟睡的女子 却并没有被他这番撬门的动静给吵醒 望着前面熟睡不醒的美女 曾小凡面具下那丑陋的脸庞 不禁露出一丝邪笑 睡得这么沉 看来我今天吓得要做笑了 接着曾小凡就猛的一把 将女子身上的被子掀开 发出一阵笑声 早听说苏家小姐身姿丰润 肤白如高 美貌厌绝 静安老子就先尝个鲜 看看是不是大家传得那么润 就在曾小凡想要对苏家小姐动手动脚之际 门口处却忽然飘进来一团漆黑的明雾 同时传出一道冰冷的声音 曾小凡 闻声 曾小凡立即意识到情况不妙 连忙停下手上的动作转身 朝着身后赤鹤道 什么人 可让他惊慌的是 四周并没有人 只有滚滚黑雾在翻腾 同时不断传出声音 曾小凡 绰号矮角太敌 身高一米五 长相猥琐下贱 不讨女子喜欢 渐渐心里扭曲变态 近十年来祸害女子无数 我可有说错 这一刻 曾小凡眼睛都瞪直了 你到底是什么人 而那团黑雾则悄然在他身后凝聚出一个漆黑的人影 接着那道黑影就散发出一道星红之色 冷漠的声音再次传出 我奉命前来收你的命 话音刚落 曾小凡浑身汗毛瞬间炸起 脚底有一股寒气直往脑门上窜 他立即意识到此地不宜久留 赶紧开溜 但他还是不禁暗暗嘀咕道 苏家人应该全被我用药迷晕了才对啊 曾小凡根本不清楚忽然出现的那玩意识人是鬼 但他已然意识到情况不妙 开溜才是最正确的做法 可还没等他跑出几步 一道漆黑的尖刺就猛然击射而出 贯穿了他的小腿 接着就响起啪的一声 小腿受伤的曾小凡立即就狠狠地摔倒在地 而那团黑雾则快速来到他身后开始迅速凝聚 这个男子面对连环杀人犯所犯下的种种罪孽 他势必要累加数倍返还 就在刚刚 张平在逮住了采花贼后 便用名物直接贯穿了他的小腿 曾小凡感受到小腿上传来的刺痛 他在倒下的瞬间就被吓尿了 你别过来啊 曾小凡所感受到的恐惧 瞬间就让张平的名物储量飙升 而张平则步步紧逼道 你还要挣扎吗 曾小凡只看了张平的身影一眼 浑身汗毛就瞬间炸起 一股寒气直往脑门上窜 接着被吓尿的曾小凡就直接当场昏厥了过去 张平健壮立即就踢了他几脚吐槽道 还以为连环杀人犯都是狠角色 这就晕过去了吗 这是张平入队以来的第一个任务 这样的话 这个任务就算是完成了 之后把他带回去交给其他人处置就可以了 随后张平就将曾小凡的面具给拿了下来 然后直接对其使出了鉴定术 接着曾小凡的属性面板就出现在张平眼前 曾小凡 人类 成长之二星 终极觉醒者 等级13 药物精通 桃花面 品质普通 曾小凡作恶时所佩戴的面具 张平看完曾小凡的天赋后不禁暗暗感叹道 觉醒了这么好的能力 却用来作恶 真是个败类 接着鉴定术的画面回放就猛然浮现 只见一个妇女正趴在地上哀求着 求你 放过我的女儿 可曾小凡却直接一脚将她给劈开 吃了我的药还这么不老实 要怪就怪你的老公吧 如果不是她早早地走了 我也不会盯上你们母女俩 一个巡防队队员成天说什么要誓死守卫明珠城 这下真死了吧 真是可笑 不过也要感谢她把你们两个留给我了呀 哈哈 接着曾小凡就猛然抓起地上的少女名笑道 别着急 等劳资完够了就送你去见她 你们都是我的玩物 这一次的鉴定术 张平看到了无数让她怒火冲天的画面 曾小凡每次在得逞之后 都会将那些被她染指的女人全部处理掉 而张平此时是既愤怒却又冷静 她这段时间看过太多太多悲惨的画面 已经对悲剧有了一定的抗性 而曾小凡已然悄然从昏迷中醒了过来 在发现张平拿着自己的面具失神之际 她立即偷摸伸手进口袋里摸索了起来 接着曾小凡就猛然起身 发出一阵得意的笑声 同时将口袋中的药粉撒向张平 见张平被那些药粉给结实的甩中 曾小凡立即就得意了起来 哪来的小子 坏老子的好事 这药粉量足以迷晕大行一化受 等你睡着劳资要好好的折磨你 而浑身被明雾包裹的张平 根本没有吸入一丁点的药粉 她忽然猛地捏碎手中的桃花面具冷声道 你该死 见张平并没有被迷晕 曾小凡顿时就慌了 什么情况 怎么还没奇笑 难道是因为下雨吗 下一刻 一顶由明雾所形成的匕首 忽然猛地从张平的手上急速飞出 曾小凡的手掌瞬间就被分离了 在这雨夜中 雷鸣和雨声当中 瞬间就夹杂起曾小凡痛苦的哀嚎声 张平虽然愤怒 却也能够保持冷静 她缓缓抬手再次冷声道 这一刀 是为了那位用生命保护女儿的母亲 接着张平就迅速催动迷雾 手中瞬间凝聚出三柄漆黑的匕首 同时传出她冰冷的声音 这一刀 是为了那位宁死不屈的姑娘 话音刚落 张平轻轻地一挥手 明雾凝聚而成的匕首瞬间击射而出 曾小凡顿时就发出一阵哀嚎之声 吃痛的曾小凡连忙将身体翻转过来 背对着张平想要疯狂地往前爬 可张平的声音却再次传出 这一刀是为了缅怀那位巡防队的英雄 这一刀是为了缅怀那位正义的侦探 这一刀是为了铭记那位无名的觉醒者 张平一刀又一刀 地面上已经全是层小凡爬行留下的血痕与身体零件了 他已经没有力气了 他躺在地上痛苦地哀嚎道 疯子 你就是个疯子 而张平站在层小凡身侧 看着已经疲惫不堪的曾小凡 空洞的声音缓缓响起 以现在的技术 及时治疗的话 你还有救 我给你一次机会 接着张平就指着苏家大门开口道 只要你能爬到大门那里 从大门出去 我就饶你一命 张平并不想曾小凡死得太轻松 他不配有这样轻松的死法 他给那些人受害者所带去的绝望 张平势必要累加数倍返怀于他 这个一心想要拯救明珠城的男子 现如今却对自己的信念产生了怀疑 就在刚刚 张平为了不让曾小凡挂得太轻松 竟然表示只要他能从门口走出去 自己就放他一马 为了让曾小凡看到希望 张平便再次开口道 记住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果然 曾小凡眼睛里再次出现名为希望的光芒 他还不想死 自己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曾小凡立即忍着剧痛咬牙拼命往前爬 见张平果然没有出手 他不由暗暗窃喜道 等劳资养好伤 一定要让你小子付出代价 劳资要将你包皮拆骨以报今日之仇 曾小凡是越爬越兴奋 望着越来越近的大门 他顿时就露出一抹能笑 劳资不能死在这 还有无数年轻漂亮的女子等着我一轻方泽 劳资还没完够 在强烈的求生欲下 他慢慢爬向大门 每一次爬行 伤口与地面摩擦都让他剧痛无比 但他还是强忍着痛苦爬到了门口前 一爬进门口 曾小凡就迫不及待地抬手想要将大门给推开 他坚信自己可以活下来 曾小凡拼命地抬手想要触摸门栓 只要打开这扇门 只要离开这里 他就能活 但门栓离地面大约一米左右 问题是他双腿已经废了 他根本够不着门栓 明明就差那么一点点 但就是遥不可及 接着曾小凡就开始奋力地垂击大门 但这座门很厚实 即使他是终极觉醒者 也依然无法撼动这座门 就在这时 张平的声音悠悠地响起 这门你这辈子都打不开 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 曾小凡 你失败了 曾小凡在听着张平阴森恐怖的声音后 立即开始绝望地大喊大叫 疯狂地垂击大门 而张平在来到他身后之后 便一脸阴沉地开始催动体妹的明雾 接着张平手上轻轻一挥 大量明雾骤然爆发 直接轰击在曾小凡的身体上 顿时他就爆发出一阵痛苦的嚎叫 紧接着张平眼前就浮现出一个提示框 由于越级击杀对手 全属性额外提升1 目前个人属性 体力28 精神无限 力量29 敏捷29 而张平在看到提示后 并没有露出丝毫的喜悦 他有些忧伤地微微叹了口气 那些死去的人终究不能复活 这一刻 张平对自己的信念产生了怀疑 我以为只要干掉天长湖 就能让明珠城回归安宁 拯救大家 可是像这样的人 真的值得被拯救吗 玄机张平就抬头看着天上被遮蔽的明月 心情复杂地自嘲道 拯救个屁 人家本就该诛 没必要圣母心发作 就在这时 张平的风雨者天赋忽然生效 一道沙哑的声音猛然传入他的耳中 你确定在汉海学堂吗 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 找机会带走 闻声 张平立即就开始东张西望了起来 但苏家宅院中并没有其他人存在 顿时他就一惊 什么情况 又来一个曾小凡吗 张平单故步的多想 就连忙从身上掏出一块玉佩 接着他就将玉佩放到嘴边 脸色阴沉地低声道 队长 采花贼的任务我完成了 此外我通过风雨者听到附近的汉海学堂有状况 好像说说要强行带走什么 这个男子意外发现史诗及特殊物品 但这件物品的制作回放却将他给震撼住 就在刚刚 张平通过风雨者天赋 意外发现有人想要在汉海学堂搞事情 身在扫除对总部的司徒石白 在听到张平的汇报后 立即就眉头一紧 然后就朝曼妮示意道 汉海学堂那边有情况 而曼妮在通过天赋搜寻之后 忽然眉头一皱道 不行 我无法感知那边的情况 有人不下了结界 即使是我也无法探查 看来非等闲之辈 司徒石白文言立即就意识到事情不简单 他连忙给张平发去通讯 张平 你先过去 实时汇报情况 我马上联络刘思善 增援到之前 不可轻举妄动 在得到指令后 张平立即就快步跑出苏家 然后朝着汉海学堂的方向飞奔而去 与此同时 汉海学堂内 一道新红的结界早已升起 将整座学堂笼罩在其中 此时三名身穿黑衣的神秘人 正提着绿色的手提灯 鬼鬼祟祟的在学堂中 似乎在寻找什么一般 其中一名白发男 已然找得有些不耐烦了 可恶 这都找了15分钟了 陈学历到底把这娘们藏哪去了 就在这时 其中一名绿毛男 似乎察觉到什么一般 忽然猛地停下脚步警惕道 老大不好 有人进了结界 此话一出 走在最后的那名胖子立即就慌了 什么 难道我们的行动被发现了 而领头的白毛男 却不以为然当 扯淡 有阵龙石和提灯双重保险在 不可能有人探查得到我们 虽然白毛男嘴上说得轻松 但他还是暗暗紧张了起来 即便如此 进入结界的家伙 要是惊动了陈学历就麻烦了 哪怕我们隐藏了气息 也没法当着他的面把人掳走啊 一想到这 白毛男立马就加快脚步同时催促道 赶紧的 时间不多了 无论如何都要把他找出来 此时天空还不断下着雨 雷铃和雨声覆盖了整座明珠城 而赶到汉海学堂的张平 再来到大门后忽然就停下了脚步 望着矗立在门口的龙形雕像 张平顿时就感到有些奇怪 然后果断对其使出了鉴定术 但结果却是一连串的鉴定失败 在连续鉴定失败了许多次后 张平才终于鉴定成功 要知道他目前的鉴定术等级可不低 鉴定失败这么多次 显然这座雕像并不简单 接着张平眼前就出现物品介绍 镇龙石东 史诗集 四个镇龙石按照对应位置摆放 将形成镇龙破斗结界 可覆盖并破除绝大多数结界 下一刻 张平就看到镇龙石被制造的画面 转动的石墨 无数不断发出惨叫的觉醒者 番茄降一滴滴的落下 透过一件漏斗形状的特殊装备 鲜血最终变成黑色的液体 这些黑色液体又被另外一件 圣母类竹台模样的特殊装备 融入到镇龙石中 经过黑色液体的胶筑 镇龙石上盘踞的黑龙双眼 开始时渐渐发亮 直至变成血红色 看完这些 张平的脸色瞬间就变得不太好 这阵龙石也是游人机制造出来的吗 这下张平可以肯定 绝大多数特殊装备道具 制造过程都是惨无人道的 他望向汉海学堂的双眼逐渐坚定 他们看起来不像三大组织的人 难道是朱家的余孽吗 欲受朱家浮出水面 张平毅然决定开始追击 就在刚刚 张平刚赶到汉海学堂 就发现了朱家余孽的踪迹 他知道这些人肯定在酝酿的什么大阴谋 绝对不能让其得逞 只因两个月前明珠城之所以会落入天长湖之手 可以肯定是因为朱家在背后搞鬼 而且现在他们还要在汉海学堂中带走某些东西 张平不禁边进入学堂边暗暗思索起来 朱家引入天长湖 聚集城外一化兽 究竟有什么目的 或许能通过他们这次行动找到线索 才进入学堂没多久 张平就察觉到不远处传来了一响 他顿时心头一紧 好像有什么东西出来了 我先躲起来吧 接着张平就连忙躲藏在门后 然后启动夜行者天赋隐藏起来 而朱家三人在掳走了一名绿衣女子后 便小心翼翼地从窗户出来准备开始跑路 白毛男再出来后立即就开始东张西望起来 他感觉刚刚进入结界的人 看样子并不在这里 接着白毛男就将手中的提灯关闭吩咐道 应该没事了 把提灯熄了吧 最后一点能量 要省着点用 以备不时之需 任务顺利完成 为了避免节外生枝 白毛男便果断吩咐道 我去把阵龙石收起来 不能留下痕迹 张平见对方要跑 立马果断使出鉴定术 然后低声汇报道 确认敌人为朱家势力 一个二十级有探查技能的 一个十七级念力能力者 还有一个十五级的催眠能力者 接着张平就对他们手上的提灯进行鉴定 夜阴提灯 可遮掩自身气息 气味一击信息 目前能量十六点 在看完提灯的信息后 张平立即就明白了 怪不得刚才看不见他们 原来是用这个东西隐藏了气息 不过看样子这东西的能量快用完了 随后张平就对那名昏迷的女孩 使用鉴定术 姓名陈俊廷 种族人类 终极觉醒者 等级十三 汉海学堂 成长值十二星 天赋圣母之血 体内的血液能提升对生物的亲和度 可以感化一切异化兽 使其成为狂热追随者 能力升级后 可变成被动技能并扩大适用范围 引用圣血者将无法使用能力 并且厄运连 这女孩那高到离谱的成长值 绝对是张平目前见过最高的 还有她的能力 简直就是七月宝石的进阶版 张平看完鉴定的结果后 不禁皱起眉头暗暗猜测起来 朱家是想通过她来控制谁吗 虽然张平不知道这些人想要做什么 但不管怎么样 那女孩是无辜的 绝不能让朱家得逞 然而就在张平思索之时 那三人的所在的位置忽然传出嗖的几声 才刚走出门口的几人瞬间就原地消失了 三人的身影一消失 张平的鉴定术立即就中断了 这下子张平顿时就慌了 她连忙从学堂走出恶然道 跑了吗 曼妮 他们去哪里了 你能查到吗 曼妮在收到张平的信息后 立即就开始催动能力感知 然后回应道 感知到了 那几个人正往城外方向去 按这个速度 思思恐怕是追不上了 下一秒 通讯器就传出张平果断的声音 我去拖住他们 司徒时白文声立马开口道 等等张平 别冲动 先保证自己的安全 而张平则迅速锁定三人逃跑的方向坚定道 朱家是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绝对不能让他们逃了 虽然我打不过 但我可以用明雾拖住他们 为思思姐争取时间 这个男子利用刚掌握的活面 锻造术技巧结合明雾天赋 性化化出明雾一化兽 并且还想要以一敌三 就在刚刚 朱家三人在掳走陈静廷后 便朝着城外亡命奔逃 他们向着西方逃离 正好与刘思善来的方向相反 可他们没还跑出城门 距离他们不远处的树林 忽然发出一阵一响 警惕的白毛男立马就停下了脚步 接着林中就爆发出一阵兽吼 一只通体漆黑 缭绕着诡异明雾的狼形一化兽 猛然从中窜出 白毛男一眼就认出了明雾 顿时他就脸色骤变 这是明雾一化兽 怎么会出现在城里 而这只忽然闯出的明雾一化兽 真是张平通过明雾能量所幻化成的 他隐藏在明雾当中 不由暗暗庆幸到 多亏了活面锻造术 明雾伪装的不错 但要小心不能被那个20级的鉴定术师识破 白毛男的能力正是鉴定 眼看着头廊看上去很强 他立即就果断催动鉴定术 想要看看是多少级的一化兽 可张平又怎么会让他鉴定呢 他一眼就识破了白毛男的举动 迅速喷出树团明雾打断了白毛男的鉴定术 虽然张平已一敌三 但他却率先发起攻击 直接双腿一灯开始飞速冲刺 张平果断选择白毛男作为目标 只因鉴定术师一般没有多少报名手段 眨眼间张平就袭到了他的身后 不过身为终极觉醒者的白毛反应也不慢 他在飞身躲开了扑咬后 立即就开口道 黄三快催眠他 而白毛虽然躲开了攻击 但也狼狈地摔倒在地 得到命令的胖子黄三不敢怠慢 连忙张开双臂开始对张平使用催眠术 随着能力的发动 黄三身上开始飘荡出淡淡的紫物 就连他的瞳孔也随之变成了诡异的紫色 而跟黄三对视上的张平 则扬装出一副被催眠成功的模样 傻能在原地一动不动 黄三望着呆愣的明雾一化兽 立即就松了口气朝白毛开口道 很好 催眠奏效了 而张平见黄三放松了警惕 立即就喃喃嘀咕道 我的精神力是无限 所以能免疫精神控制 现在倒是可以利用这一点 假装被他控制来拉近距离 黄三则以为自己成功催眠了 他不断地催动能力 并缓缓朝张平幻化而成的一化兽走去 再来到张平跟前后 黄三忽然将手伸到了狼嘴的边缘 并且不断重复着 别动 别动 下一秒 张平果断趁着这个绝佳时机 猛然出手偷袭 狼爪带起的滚滚明雾迅猛地砍向了黄三 而黄三虽然被吓了一跳 但在张平出手的瞬间 他还是迅速侧身 坎坎躲开了力表的袭击 接着明雾巨狼就猛然张开巨嘴 在张平的意念控制下 直接咬向黄三 本就被吓了一跳的黄三 这下必无可避耳 脖子瞬间就被狼腓给狠狠地咬住 接着就传出黄三痛苦的哀嚎 老大 救我 快救我 白毛健壮瞬间一愣 然后果断起身想要出手救援黄三 而身为念力能力者的黄五 在这一刻也迅速出手 一股念力瞬间就自他身上迸发而出 黄五迅速操控念力包裹住张平的身体 然后猛然大手一挥 张平所幻化出的巨狼瞬间 就被强横的念力给推飞 而张平在击杀了黄三后 等级提升到了九级 全属性提升了一点 由于越级击杀敌人 全属性额外提升一点 目前他的体力30 力量31 领结31 精神无限 在这个关键时刻升级 张平顿时就暗暗松了口气 成功了 接下来只要拖住他们两个就行了 可就在这时 黄五忽然再次出手 念力超重力技能猛然发动 被超重力覆盖的张平 瞬间就感觉浑身变得其重无比 身体止不住地往下沉 面对十七级念力者的技能 只有九级的张平根本挡不住 他所幻化的巨狼瞬间就被压趴在地 张平想要起身 但身上的念力却压得他动弹不得 他的脸色瞬间就难看了起来 糟了 动不了了 而领头的白毛也在这时 对张平使出了鉴定术 并且还念出了他的信息 姓名张平 等级九 初级觉醒者 同时从属于铁织魂铁匠铺 扑除队 能力不明 在看完张平的信息后 白毛的脸色瞬间就变得争鸣起来 居然是人类 而且是九级的菜鸟 竟然也敢打肿脸充好汉 既然你是司徒石白的人 那就不能留你活口了 而被念力压制的张平虽然陷入了绝境 但他还是暗暗分析到 超重力这招 司徒石白上次也对我用过 保持冷静 一定有办法破局 雨夜激战爆发 张平竟要以一人之力 独占两名比他高级的能力者 就在刚刚 黄二对张平使出了念力超重力 将他给压倒在地 而张平望着白毛手中的弓箭 不由暗暗震惊了起来 虽然用鉴定术的那个没有攻击技能 但他的特殊武器有点棘手 又是史诗级的 就在这时 白毛直接对张平射出一箭 这一箭的箭头还带着电光 狠狠地穿透了张平的名物 张平见状顿时心头一惊 看来朱家的实力主要是靠装备 还好我身体被压制 也不影响名物的发动 接着张平就强撑着身体 大手一挥 再次催动十点名物储量开始反击 白毛面对名物的轰击 立即就使用手中的弓箭来格挡 而黄二却不使用面力将名物弹开 只是依靠不断走位躲闪 接着白毛就猛然飞身一跃 附带闪电的箭矢再次击射而出 他不打算给张平反击的机会 被重力压制的张平根本无法躲闪 只能再次催动名物来将闪电格挡下来 但强横的闪电余波 还是将他给变得痛苦故意 见张平还在硬撑 白毛立马再次张弓同时冷笑道 我猜你的能力是会消耗能量的吧 我看你还能坚持多久 面对白毛手中那不断散发着电弧的史诗击弓箭 张平却强行命令自己冷静下来 或许念力难不是不想弹开 而是不能弹开 白毛也敏锐地发现张平的注意力 居然没有在自己身上 他立即就松开手中的箭矢冷声道 再发什么呆呢 下一秒 恐怖的雷光再次击射而出 显然白毛这次也加大了能量的输出 箭矢的威力明显比之前的更为恐怖 张平不敢拖大 立即果断消耗15点鸣雾储量来进行防御 而他的另一只手则悄悄地朝身后探取 他打算用自己新开发的招式来解决念力难 只见张平悄悄地消耗5点鸣雾储能 然后通过意念让鸣雾钻入到地底之下 而现在的他 鸣雾储量只剩下25点了 在做完准备工作后 张平立即消耗15点鸣雾储量 对白毛之初竖到鸣雾飞刀 面对张平的反击 白毛连忙挥动手中的史诗级弓箭来格挡 一脸让飞刀波及到身后的念力难 与此同时 树道鸣雾猛然从二人的脚下飞速窜起 才刚刚处理完 鸣雾飞刀的白毛和黄二瞬间就愣住了 接着鸣雾在张平的意念操纵下 迅速缠绕上二人的双手 使其无法动弹 而张平则缓缓从地上站起默然道 你不弹开我的攻击 是因为你需要用手瞄准目标才能发动念力 话音刚落 张平就立即朝黄二飞升跃去 这一切如他所料 只要封锁住双手 念力就会失效 而黄二显然没料到张平居然能看穿自己的弱点 并且还以那么快的速度朝自己袭来 顿时他就慌了 张平在冲刺到黄二跟前的瞬间 立即果断消耗十点鸣雾储量凝聚出一柄匕首 张平的出手极为狠辣且快速 鸣雾匕首直接就朝着黄二的要害刺去 而黄二在鸣雾的束缚下 根本就无法动弹分毫 黄二在身中匕首后 知道自己不能坐以待毙 果断使出了念力自残 强行挣脱了鸣雾的束缚 张平顿时心头一震 这家伙居然对自己释放念力 黄二没打算再给张平逃跑的机会 直接伸手一把抓住他的手腕 然后拔出身上的鸣雾匕首冷笑道 差点让你得逞了 还好我强行控制右手挣脱的束缚 这个女子终于在危急时刻赶到救场 可没想到朱家余孽居然还有其他的手段 就在刚刚 张平本想偷袭黄二 可没想到却被反支住 白毛见黄二化险为夷 立即就发出一声鸣笑 这就是你最后的能量了吧 而黄二牢牢地抓住张平的手腕 也不禁露出一抹得意之色 只废我的手可不行 你也来废一只 就凭这种攻击 根本不能干掉我们的 可让黄二意外的是 张平身上忽然猛地迸发出恐怖的烈焰 虽然张平的名物储量耗尽了 但他还有石火者天赋的火焰素储能 黄二这下瞬间就被火焰给吞噬 恐怖的烈焰顿时 就让他止不住地发出一声哀嚎 这下黄二也步步地解决张平了 他果断一把将张平推开 一脸继续被火焰制烤 可张平才刚刚落地 一道闪电剑就再次飞速袭来 失去名物保护的张平顿时 就在心中暗叫一声 这下糟了 接着就响起一阵滋辣的响声 闪电剑接接实实地轰击 在张平的胸膛之上 他顿时就发出一阵痛苦的嘶吼 张平做梦都没想到 二人身上的衣服居然是防火的 而黄二见张平受伤 立即就得意道 没想到你的手段还挺多的 不过也到此为止了 话音刚落 黄二和白毛同时高举双手 各自催动自己的攻击手段 瞄准了张平的位置 可张平却忽然一屁股坐到地上 然后呼出一口浊气轻笑道 时间差不多了 二人闻声顿时一正 止不住地大笑了起来 你是说你死去的时间吗 哈哈哈哈 可张平的双眸中 却透出一抹杀意冷声道 不 你说错了 是我拖住你们的时间 话音刚落 两道蓝色的水流边 猛然从远处抽出 以极快的速度 出现在张平的跟前 接着两道水流边 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分别袭向了二人 黄二猝不及防之下 瞬间就被冻穿 而白毛则依靠史诗级武器 勉强将水流边挡了下来 同时朝张平再次射出了闪电剑 本来已经放松的张平 剑状顿时瞳孔一锁 连忙预判闪电剑的射来的位置 接着张平就果断 给自己下达命令 向右右右闪避 虽然他勉强躲开的要害位置 但肩膀还是被闪电剑给擦伤了 不过水流边及时支援 很顺利地就将黄二解决掉 而白毛望着忽然 从自己身后冒出的神秘女子 顿时就惊呼出声 虽然有援军 他望着杀气腾腾的刘思善 心头止不住地开始颤抖 这女人 居然一招就秒掉了黄二 下一秒 刘思善手中的兵剑就快速挥出 带起一阵狂暴的水流 而白毛连忙往后一腿 依靠使尸级弓箭来挡下了这一剑 但刘思善的战力和等级都远超白毛 虽然他挡了这一剑 但剑上所传出的距离 还是将他给震飞出去数米距离 顿时白毛就骇然了起来 你到底是谁 但刘思善显然没有打算回应他的问题 他身上的水元素再次猛然爆发 只见刘思善的身影不断冲刺挥砍 手中的兵剑每一次劈砍 都卷起一阵狂暴的水元素 接连的攻击使得白毛根本没有还手的余地 被压制到只能连连后退 依靠丰富的战斗经验来躲闪 眼看自己要凉了 白毛心中瞬间就充斥一股滔滔的怒火 可恶 被恋小子耗太久了 只能用那个了 下一刻 正在慌忙躲闪的白毛忽然手中一动 一个金灿灿的戒指忽然凭空 出现在他手上 趁着躲闪的间隙 白毛立即果断将戒指戴在手上 接着白毛手中的戒指就开始不断哗哗作响 金色雷光瞬间从中涌现 而敏锐的刘思善健壮立马就停下了脚步 开始警惕了起来 下一秒 一声雷鸣猛然响起 天空中一道闪耀的雷霆在白毛的操纵下 轰然落到了他的跟前 显然白毛所在的位置就是雷霆落下的中心 地面在雷霆中快速碎裂崩塌 而四周的地面也遭到波及 顿时就被轰出一个深坑 这道雷霆的威力恐怖无比 所波及之处统统都被震碎 整片区域狂风骤起 温度快速地升高 而眼疾手快的刘思善 在将张萍救出爆炸范围后 不由暗暗松了口气 还好张萍没事 整个爆炸过程足足持续了几分钟 依靠特殊物品逃出生天的白毛 此时已经跑远了 而一个数十米大的深坑 也拦住了刘思善的去路 看了看昏迷的张萍 刘思善不禁叹息道 可惜没能活抓住朱家余孽 此时的张萍已然精疲力竭 这场战斗显然已经透支了 她的全部经历 就在这时 刘思善耳中忽然传来一阵焦急的声音 嘶嘶 快带张萍回来 刘思善闻声不由一正 有些疑惑地询问道 怎么了 接着那头就传出让刘思善脸色骤变的话 出事了 幻光天幕被破解了